一块饼干能让笑花投怀送保 一块面包就能让你能对大红大紫明星为所欲 只因我有无限物资 直接在莫氏当上了女儿国的国王 正在打工的我脑子里突然传来一阵声音 距离莫氏来临还剩下两昆石 发送莫氏大礼包1.0百 无限物资已接收 强化身体已接收 武器装备1.0百已接收 备注凭意念提取物品 切 一看就是糊弄人的 有本事你给我来一个战斗机 我靠 赶紧消失 赶紧消失 我找到没人的地方 尝试用意念打开武器库 发现里面全是各种各样威力巨大的烧火棍 现在自己的身体也是强的可怕 徒手掰断麻花钢 立即打死一遍 回到出租屋 科普了一下莫氏法则 自身利益重要 更是不能当圣物 我在武器库中随便拿出一把烧火棍 来吧莫氏 老子已经厌倦这样的生活 老子不是小哥 老子是大哥 凌晨一到 外面下起了小雨 恐怖的尖叫声顿时响彻者的兴趣 只要被雨淋到 身体就会被硫酸腐蚀一样 与此同时 整个小区渐渐亮起了灯光 都站在阳台上疑惑看 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 看着铺天盖地的新闻 都是不让接触雨水和囤积物资 自己刚想吃个红烧牛肉面压压紧 突然想到自己有无限物资 直接来了一桌山珍海味 品尝的富人才能吃的美食 快乐地刷着手机 吃完饭后 看着人们在一楼因为物资大大出锁 就拦不住 你们这些男人不知道你是优先吗 有你妹啊 没视了谁还惯呢你 没想到物资的人开始想着其他的办法 开车出去买食物 但看着车轮胎慢慢腐蚀 谁也不敢出去 一个小时都没有 秩序就开始乱了 就这点水源根本就撑不了多久 家里有桶装水的还好说 但是等所有食物消耗殆尽 人性恶的一面将全面爆发 就在这时 一道靓丽的身影吸引到了铁柱的目光 倩影空姐阴我眼 细眉如画樱桃嘴 玉腿修长白如纸 前凸后翘高跟鞋 性胆风情聊心弦 此女铁柱送外卖时见过几次 是一个空姐 走吧安白 这里也都被抢没了 反正家里还有半桶水 这雨应该下不了多久 等到过几天都没了食物 我就能感受到曹贼乐趣了 大雨一直下了七天七夜 铁柱决定去地下车库瞅瞅 整个小区物资交易都在地下车库里定下 整个地下车库犹如集市一般 女人们拿出名牌包包化妆品兑换食物 男人们则拿出名牌手表等 还有将自己五千零一时泰的显卡给拿出来兑换食物 艾玛是夏季款 欢迎香矿泉水 劳力是水鬼换四瓶水 错过就没了 很快就被人用物资换走 这一套配置下来多多少少得五万吧 结果就这么给换了 不过现在还有正常交易 但再过三天 恐怕就不是这么交易的了 忽然 铁柱看见邻居的漂亮主播也在摆摊卖化妆品 由于长相出众 他摊位也为了不少 没你 跟我回家一次 这瓶水就给你了 我出两瓶水 我出三瓶 无耻滚开 装什么装 那边的颜色去一杯水玩一次 给你三瓶算看得起你了 我跟着那男人指的地方看去 那里站着不少穿着凉快的衣服 浓妆艳抹 质量堪忧 忽然 一阵密集的脚呼声响起 带头的男人一脸横肉 带着二十几个小弟走过来 所有人听着将物资交出来 免得受苦 兄弟们都给我抢了 还有没有王法了 大白天抢物资 王法 我钉峰就是王法 来人把他的腿给我拆了 疯的一声鼓烈 镇住了所有人 对面如此凶残的人 哪里还得 老老实实把物资交上 免得被白白打一顿 那边站着的几个女人也给我带走 回家一起玩游戏 本来就没多少物资 还被他们给抢了 你们怎么都不反抗 那么多人 你怎么不反抗 每栋楼层之间都有一个卷闸门 我建议将我们这一栋楼封闭 免得再被掠夺 就算要交换物资 从卷闸门的缝隙交换也行 这男人的话一出立马引起了赞同 几栋楼就将周围的卷闸门拉下来 我还有一个建议 男同志们团结起来 搜寻物资 也有能力抵抗那些恶贯 他的提议一下就有人响应起来 我可没兴趣给人打工 都漠视了 还打工啊 脑子有病 回到自己家楼层 铁柱就看见蹲坐在房门口的 网红女主播孙婷 原来你躲起来了呀 你家还有水吗 我家有没有水 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哼 哼 导思就是导思 我本来就是一个屌思 如今末世来临 也只是想好好活着 大家相安无事 我不找你麻烦 你也别来找我的麻烦 时间再次过了三天 雨依然没有要停止 五栋楼分了五大派 达成了一定的协议 我所在的三号楼晚上要召开一次会 地点是地下车库 各位业主 我叫董飞 之前是企业高管 承蒙大家看得起 来领这个头 危机已经一个多星期了 龙方也没消息 什么救援都没有 咱们这三号楼的物资 想必也没多少了 昨天四号楼就有人冒险出去抢物资 虽然省了一个 但至少有了食物 所以我建议 我们也组个车队出去搜索物资 然而董飞说完没有一个人回答 等我们拿回来的物资 你们可别之然 拼一拼总比在家饿死强 我去 那我也去 宁谷 我们家已经没吃的了 急什么 我爸说了 他在想办法给我们送吃的 难道你想让我去嘎啊 不是 我不是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 你到底几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想你去一丝一丝 你别理解错了我的意思 这样我就不好意思了 大概三个小只口号 两辆车带着冒火星子的轮毂回来 去的时候六个人 回来只剩下四人 外面已经乱透了 都在抢物资 你老公还有你儿子都是被别人打尬的 不是被雨淋 大家听后面面相许 脸上布满了恐惧 不过当看见后排还有伪香的食物 水 原本恐惧被渴望代替 我要水 我要水 还有谁来抢 听好了 男人想换物资 那就必须出门 女人想换物资 拿你们自己来交换 一个人活生生被打尬 所有人吓得不敢吱声 董飞的话刷新了所有人的三观 但也不怪董飞 这些物资都是拿命换了 凭什么共享 漠视有漠视的规矩 夜晚 打扮妖娆的孙婷敲门找我要水 大哥 能分我点水吗 我还是喜欢你那高傲不逊的模样 恢复一下 叫我臭吊丝 帅哥您误会了 是我有眼无珠 我常常呕了一声 拿水缓缓降低瓶口 水缓缓流下 孙婷根本就没有任何迟疑 喝了起来 看你脏的 去洗个澡吧 你这里还有谁洗澡 当然了 洗干净点 多擦点沐浴露 一块饼干能让笑花头怀送爆 一块面包就能让你能对大红大紫的明星为所欲 而洗完澡的孙婷连一句谢谢都没说就要走 吃了我的东西 用了我的水 拍拍屁股就想走了呀 那你还想怎么样 你说呢 别以为我不知道 这是打火机 还是喷水枪 笑火谁呢 一声响动 整栋楼的感应灯都亮了 小区所有人都被这道声音吓了你 孙婷顿时摊坐在地上 吓得瑟瑟发抖 本以为这是羊卷 没想到是虎穴 大哥 饶了我 我啥都听你的 放心 只要你听话 就不会受苦 还能吃香喝辣 好的 我一定好好配合你 咱会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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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是谁开的火 你们特命要的先别玩了 董飞此刻感觉这把武器已经威胁到了他的地位了 此人不出不快 大哥 我感觉这声音就在咱们这栋楼 俺也一样 你们俩快去 俺侠爱护检查一下 大哥他有武器啊 美人异乡方便面和矿泉水 好的大哥 你们悠着点 流口气等我回来 一个快四十多岁的老女人 你就这么喜欢 董哥你不知道 这女人平日我就眼馋了 要不是这末世 还真没办法 还得感谢一下末世 嘿哥 这楼里还有个主播和空姐 那模样 妥妥的美人啊 你小子倒是聪明 有我罩着你 以后出门保你不嘎 谢谢哥 等你用完了之后 给兄弟也玩玩就行 放心 有你玩的 这世道就是女人多 两人直奔六百零三 而屋里的宁肚都很快走 坐立不安 又渴又恶 已经快神志不清了 突然一阵急促的草木声 将屋内的两人都吓了一跳 知道你们在屋里 开门 你们有什么事 兄弟 对了很多天了吧 我们物资很多 有想法来二百零一聊聊 然而外面的人说的物资 却不断在他脑海里 侵蚀着他的最后的意志 二两人来到了七二年 你俩敲门轻点 吵死了 你特喵的爪嘎是不是 怎么跟我大哥说话了 但两人看到屋内全是山珍海味 震惊不已 重点餐桌旁边还有一个漂亮女人在吃东西 爸 大哥 这 这好像就是那个女主播 你小子有点路子 吃喝不愁 家里还有美女 说着瘦子不管不顾的就开始吃了起来 丝毫没把他放在外面 小子 识相的话就把吃的拿出来 这个女人教出来 少受点苦 这些都是我的 你算老几 不行 招惹谁不行 非选择他 这两傻冒嘎丁了 哥你闪开 看我收拾他 让他下跪叫爷爷 看着冲过来的瘦子 铁柱一拳就将他打倒 扔了出去 说吧 现在外面什么情况 现在外面很乱 为了巧物资到处嘎人 周边的便利店超市 已经被几个小区洗劫一空 你们老大是怎么打算的 老大说 等这批物资吃完 就去抢周围小区的 你们还有多少物资 省一点 应该能应付一个月吧 对了 你们老大是不是在找他 大哥 你饶了我吧 我把物资都给你 咱们无缘无除 哼的一声 话没说完 光头足 楼下 董飞等人再次听到声音脸色骤变 就只见光头也打了 董飞目光一距 从这两个人落下的位置 应该是从自己家楼上被扔下来的 狗子 查一查我楼上的这些业主信息 看有几个没有来报到的 董哥 楼上现在只有两家没有来过 六楼一个叫安白的空姐 七楼一个叫铁柱的 送外卖的 那个空姐 我以前在电梯碰见过 打得就好 皮肤也白 身边跟着一个高富士男朋友 难道是他那个男朋友有武器 他那样也不像了 那个外卖员身上怎么会有武器 难道自己猜错了 此时四号楼中 风格 还是得想办法把枪搞到手 有了武器 你就是这个小区的皇帝 而且三号楼有个空姐和主播长得极好 要都是你的 那得多爽 女人的话让丁峰心动不已 一栋楼不是丁峰的目标 她要掌控更大的权力 所有人听着 明天开个会 准备准备 叫人把三号楼攻破 是降临 规则破碎 曾经微不足道的一瓶水 如今竟能换得十个绝世梅 一片普通的面包就能换来一栋金丽辉煌的别墅 而我 却意外地获得了一个逆天改靡的无限物资系统 想要什么来什么 末世第十一天 人间烈云 普通人为求生存 把处不成事 尿夜为已 三号楼 六百零三号 安白你先在家 我先出去一趟 你是不是要去找他们 你烦不烦啊 我不去找他们找谁 老子的保时捷就换了一瓶水 两块面包 你倒好 什么都不做就享受我拿回来的食物 实话跟你说 我已经跟董哥达成了合作 你每天去陪他们一次 我们就能活下去 银谷 你竟然让我去陪那些人 你吃的高档餐厅 用的名牌首饰和包包 都是我给你买的 你以前不是说能为我去嘎吗 现在还不是让你去嘎 只是让你牺牲一下身体而已 以前是我付出 现在换你了 看着离开去找董飞的银 感到绝望的安呆出门后 看见了铁 极度饥饿的安呆 还是忍不住的开了口 你们家还有吃的吗 当然有吃的 可是主人的食物只给服从他的人 听说你男朋友要把你给卖了 他 他没有 你应该还不知道 咱们这栋楼啊 有个男人群 昨天你就在里面拍卖 价格还挺高 一瓶水半个小时 都有几十个余月了 不可能 他只是让我去陪董飞 别傻了 你看看 董飞只是你的第一个客户而已 看到这一切的安呆 内水哗哗落下 感觉天烫 你是想留在这里吃香喝辣 还是选择去当玩物 你自己决定吧 我 我选择留下 好 这物资你们随便吃 随便用 你先养两天再说吧 补补身子也不迟 谢谢主人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外面响起了一阵咆哮声 原来是宁古回到家里发现安呆不见 都已经跟客户谈好价格 人居然跑了 便宜货 你躲哪里了 快出来 别逼老子找你 然而我打开门 他却发现安白在我的屋里 里面还有各种食物 贱人 你特喵居然吃毒食 这些肯德基都是我的 还有这边的水 也都是我的 安白你愣着干什么 给我过来 我的女人可是按分钟来收费的 听着宁古话 安白流着眼泪 他根本就不在乎自己 不好意思 他现在是我的了 你这个便宜货 给我过来 说着就要拉安白走 只见我手里突然拿出一把武器 你过来啊 大哥 有话好说 怕你想玩多久都行 怎么 吃了我这么多东西 不说一声谢谢吗 啊对对对 谢谢 谢谢大哥 胖子一声 叮咕足 然而这一声巨响 再次让小区大佬们陷入恐慌 这武器的声音明显略有不同 稍微懂一点就知道 是两个不同口径的 说明小区里有两把武器 吓得大佬们集体在群里开会 如果是两个人 如果他们联手的话 自己这边将毫无胜算 这时董飞群发了消息 上三号楼所有人去地下车库开个会 走 今天晚上带你们俩出去玩玩 他喵的 那个宁古居然给我玩消失 还搜了我一块面包的定金 那小子还收了我一个鲁蛋顶巾 等一下收拾他 忽然 一个轻瘦的男人 拉着自己媳妇来到董飞面前 讨好笑的 董哥 这是我老婆 我想换两瓶水 就你这黄脸婆 还想卖两瓶矿泉水 压史兰米 那一瓶 一瓶就够了 我想吃喝自己出去抢 我娶你有什么用 一瓶水都换不来 你还是不是男人 没良心的我跟你拼了 而旁边四号楼卷闸门里 丁峰这边聚集着二十多个年轻力壮的男人 只要丁峰一声令响 就能闯进三号楼里 将董飞那群人干饭 将物资抢过来 这时只见我带着两个拥有精美面容的女人 彩包东西 她们的漂亮的脸蛋没有半点虚弱的迹象 甚至百里透红 一看就是吃得好 甚至还用水洗了澡 这不是那个女主播吗 居然跟这个送外卖的在一起 看来这个送外卖的家里肯定囤了很多东西 怎么没想到啊 你要是藏着不说 谁也不知道 这么带出来 想过后果吗 哦 后果 什么后果 你给我演示一下 看样子你家里应该囤了不少物资啊 确实囤了不少 不然怎么养活他们呢 小子你应该有所不知 你身边的这位空姐 她的男朋友已经将她的所有权卖给我了 这是她男朋友写的出售书和手印 是吗 我怎么不知道 你叫她男朋友出来 我现在在跟你讲道理 别逼我 都漠视了 谁还在讲道理啊 来人给我嘎了她 一箱矿泉水 不 两箱矿泉水 外加牛肉干石帮 四嗨锅石哥 方便命案石帮 一瓶水就能换十个绝世美女 而我觉醒了无限物资 三号楼的老大眼哄我的物资 居然重赏让人来围剿我 看着靠近的众人 我直接全部放他 看着我疏松 丁风不得已改变策略 不能应来 只能智取 此时董飞看着如魔鬼一般的我 双手颤抖 兄弟求你放我一马 我把所有物资都给你 好吧 你走吧 谢 谢谢 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吃的 能不能给点吃的 我随机给他们一人一箱面包和水 看着我也没什么架子 他的胆子也大了几分 小铁 是这样的 这里物资那么多 能不能多给两箱 我看你们也吃不完这么多吗 我们就拿一点 不会太多的 看着我没有吭声 周明以为我默认了 直接将孙女推开 快来 把这些鲍鱼搬走搬走 还有这些鱼赤燕窝 都拿走 他一个人也吃不了那么多 还有这些内蒙的牛肉干也通通搬走 还不够 还搬呢 哎呀 反正你们也吃不完这么多 这里还有一箱 快点快点 你放心好了 这费心我们都记在心里 到时候安全了 肯定会帮你隐瞒嘎人的事情 那我应该谢谢你们啊 不用谢 不用谢 都住在一个小区就是缘分嘛 没什么事我们就先走了 抢了我这么多东西 也该换我抢你们了吧 砰 几人全都没了动作 此时几声枪响 也让对面一号楼的叶玉玲和叶青衣姐妹俩听到 就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咱们一号楼还算安稳 由你姐夫把控着不会挽 看看其他几栋 早就乱套了 老公会开得怎么样 三号楼怎么又有枪声 三号楼的男人应该全嘎光了 那怎么办 老公你一定想想办法 咱们这一号楼虽然暂时安全 但迟早会乱 我发现有几个开始用食物和女人交换 他们估计看其他楼都这样 也开始瞒着我做了 那你一定要制止啊 怎么制止 都有好几个像我师呀 还好刚子一直挺我 如果不是我带着他们出去找食物 早就不把我放在眼里 轻衣啊你也要有点心理准备 毕竟你的相貌除重万一被发现 好我会小心的 也不知道这几声枪响是不是送外卖的挂了 但他子弹绝对没有多少了 老大他们不是在找美女吗 你找一个去试试看 我已经让那些女人去家微信了 但都被回绝 看来还是得夜席 才最奏效 一眨眼七天时间过去 丁峰看着日渐减少的物资 还有外面大雨加大风 决定今天晚上进攻三号楼 这时丁峰却收到信息说今晚要进攻一号楼 丁峰怕其他两人联合围攻自己 就同意了先去围剿一号楼 而此时的谢玉红和刚子 因为物资和老人的问题产生了争执 那些七老八十的有什么用 你还送给他们物资 完全就是在浪费我们的资源 我们分少了 还要对我们说教 这些人留着有什么用 看看二号楼 老的全部嘎掉了 我家的老头子也坚持不住了 让我嘎了他 就是为了不给我们添累赘 刚子你还是人吗 那可是你爸 玉哥 我连我爸都能嘎 没人能挡住我的路 你也不行 不欢而散的谢玉红刚刚开门走出 对面的六十岁大妈看到他手里的水了 谢总 你可真是太好了 又来送水了 不是给你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不是说物资共享吗 那这瓶水就有我的份啊 没有 行吧行吧 反正我还有几瓶 你居然还有几瓶 哎呀什么几瓶 哪有几瓶 倒是你们啊 赶紧出去找吃的 别老找些零食 找点蔬菜什么的 营养才能平衡 最近都上火了 牙都开始疼起来 哎呦 又来了 我先回了 你赶紧找几人出去给我们找吃的 此时的谢玉红 更是被气得双眼通透 回到家后 闻铃就突然想起 为了防止意外 便让他姐俩去了卧室 宇哥 是我钢子 刚刚英子把我训了一顿 觉得你说的也没错 我还是支持你 刚刚对不起啊 谢玉红输了口气 放松了警惕 便将门打开 却不料突然感觉手的力量 只见自己的右手掉在地上 钢子 不要再执迷不误 执迷不误的不是我 是你啊 那些人今天晚上就攻楼 我们没有选择了 卷扎门的钥匙在哪里 给我 你背叛我 当了他们的内奸 谁让你把食物 都分给那些没用的人 那些老不嘎的家里 藏了多少 你知道吗 要是给我 我子也不会给你 那你就下地狱去拔 这时候我是被打 嫂子 刚刚玉哥说 你知道卷扎门的钥匙在哪里 英子生孩子 你玉哥帮你联系医院 你没工作 玉哥帮你找 孩子没空带 嫂子帮你带的 你怎么能下得去手啊 你是个畜生 嫂子 我知道 你跟玉哥很恩爱 玉哥现在下去了 肯定会很孤单 要不你下去陪他吧 反正马上都要乱了 免得被那些男人看见 嫂子 我给你痛快 玉哥会谢谢我的 嗯 一定会的 男男说完 精神恍惚的毛钢一下就结果了叶玉林 此时躲在柜子里的叶轻衣 强忍着不敢发出声音 听着关门的声音 叶轻衣终于压制不住内心的恐惧和惊慌 但也只敢小声哭泣 这一刻 天塌了 此时 地下车库 二号楼 四号楼 五号楼的男人们汇聚了五十多人 丁老大 孙老大 搞完这一号楼 咱们商量个时间 把三号楼董飞的物资拿了 至于那个抢手 子弹能有我们人多 有什么好商量的 今天晚上抢这边 明天晚上抢那边 干不干 我同意 那两个女的我要了 美人谁不想要 听我的 那就女人抢到手 用物资拍卖 这时候 一群人冲了进去 三位大哥 说好了不动我家人 放心 出来混的 讲的就是陈信 兄弟们 给我冲 老的彤彤嘎掉 年轻的都抓起来 反抗的 直接嘎了 一块饼干能让笑话投怀送爆 一块面包就能让你们对大红大紫明星为所欲 只因我有无限物资 只要在牧师攻略美女戏就能升级 由于毛刚的叛递 打开了一号楼的查明 所有人全部冲了进去 一分钟不到 哭喊嚎叫 求饶的声音响彻小区 大晚上的 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整天不想想搞物资 就整这些没用的 干什么呢 有空吓唬我这个老太婆 有本事去外卖找物资 现在的年轻人啊 都不遵老爱幼了 我靠 这一号楼住的是什么奇葩 居然还能活到现在 老家伙 老子人你们很久了 让你天天放大喇叭 吵得我都没办法打游戏 一个小时后 一号楼的大清脚到了尾声 一箱一箱的物资 陆陆续续被搬到了地下停车场 看着如小山一般的物资 三个老大都有点猛 那个谢玉红可以啊 搞了这么多物资 老大 这些物资大部分都是从那些 老太婆老头子家里搜刮出来的 这谢红玉可真是大好人啊 好东西都留给那老家伙 让你们年轻人挨饿 开开 刚要逃跑的叶轻衣却被抓住 放开我 你们这些坏人 老大 听说这个是谢玉红的小姨子 副总毕业985 还是一个500强老板儿子的对象 摇哈 还是一匹有文化小猎嘛 肉夹馍肯定好吃 这种货色只有一个 咱们三人再来 这样极品 谁都想据为己有 谁会想共享 坐在地上的叶轻衣 听着三人的对话 脸色惨白 自己就像一个商品 要被他们领分 几人商议以拍卖进行 最后以11箱的物资 拍给了孙友情 就在叶轻衣要被带走时 他却看到铁柱出现了 哎呀 又不是三号楼的老大吗 怎么有空下楼走走了 放下那个女人 可活 你一来就想分享 我们打下的战利品 不合适吧 疯了一声 孙友情直接倒地不起 兄弟们 给我上 疯了一声 冯静也直接倒地不起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他嘎了你们的老大 还不嘎了他 疯了一声 冯静的女人也直接 对不起 你们还有什么意见 没意见 当然没意见 大佬您慢走 这个该卡的外卖小哥 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 带回了叶轻衣 我看着自己的进度条 已经到了16% 按照这样的速度 一天3% 差不多一个月 就能解锁默示大底包2.0了 拿下叶轻衣还能找一些 如果再能找到三个美女 时间还能缩减一倍 我找到了毛刚解决了她 带给了叶轻衣 帮她完成了心愿 叶轻衣原来还有些叛逆 但是看到这里 有用不完的物资 能吃饱穿暖 自己也不用被别人抓走 也接受了叫我主人 主人 我只想给你带来 用无止境的快乐 就在这时 叶轻衣的男友 给她发了信息 依依 我爸的朋友说过些天 有大降温和大风雪 南方地区百天 零下20度左右 晚上零下40度 北方地区更冷 大雪千万别去碰 跟这一场雨一样 一碰就嘎 好 好的 我知道 知道了 依依 你怎么脸通红 说话还大喘气 我在屋里锻炼跑步呢 所以 有点喘和出汗 好的 那你好好锻炼 加油 好 再见 老大 今天晚上就把三号楼冲了 就是 二号楼和五号楼 咱们都熟悉了 根本不用担心严肃问题 他那破枪 没多少子弹 老大你想想 那可是一屋的物资 还有三个美人啊 听到小弟的话 丁峰觉得物资没那么香 但一想到那三个女人 和自己家的货色 根本不能比 这动力熬的一下就来了 准备一下 今天晚上就去干掉 那个送外卖的 抢美人 拿物资 夜晚就在众人商量 如何进攻时 传来一阵敲门声 敲什么门 这些人真不识讯 还想进来吃东西 打开房门 小弟看着门口过道 原本应该守在门口的 四个男人挡在地上 而那个送外卖的小哥 笑咪咪站在门口 有好吃的 也不叫兄弟过来拒绝 碰的一声 小弟倒地不起 作为老大的丁峰 感觉到我的不善 但自己刚刚密谋 我就出现 这未免也太巧合了 这队伍里肯定有叛徒 这是一个小弟 立马跪在我面前 嘿哥 你答应不嘎我 给我乌子的 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 小弟一脸猛食 就听见碰的一声 没了动静 今天能背叛你们 明天就会背叛我 俗话说得好啊 当你要嘎人的时候 就要做好不反嘎人呗 我掏出加特林 惊恐声和哀嚎声响 变整个小区 主人 怎么出去一夜呀 嘎了点人 以后你们也没必要 一直待在屋里 能在小区里走走 我可不敢乱走 会被抓走的 没事 整个小区就只剩下 我们四个了 第二天 窗外的雨突然停了 就看见小区门外 出现零零散散的人群 这群人越聚越多 但如果没看错 应该是朝着 自己小区内走来 这些人手里 全部都拿着武器 兄弟们 今天的任务很简单 嘎男人 抢女人 抢物资 老大 听说这个小区 还有美女 空姐来着 我上次看见过 老漂亮了 以后这个区的女人 都是我墨汉的 老子要后宫 家里三千 兄弟们给我冲 天降灵 天降暴物 只要淋雨 瞬间就会嘎掉 而我却被人泼了雨水 上集说到 我解决了一整个小区的人后 却没想到外面 来了一群人围攻我 这个小区还整死乱 嘎了这么多人 可不是吗 看看这些女人 走走走 留给我耍耍不都好 一个小弟 看着周围的楼层 本以为会有人看 至少会去偷偷报信 结果发现 所有的窗户 边一个人影都没有 唯一的让人后背发凉 老大 有点安静 我感觉不对劲 就算埋伏又如何 今天不把他们抢了 咱们就要挨饿 按照之前分好的行动 速战速决 谁知道这鬼天气 什么时候才下雨 而众人在看着 堆成山嘎掉的人 更是被吓得胆战心惊 派出去找物资的小弟 回来都说没有找到物资 就在这时 突然出现了惨痛的嘶吼声 老大 散号楼 散号楼有人 把咱们的人全部嘎了 正朝这二号楼去 几个 对方几个人 只看到了一个 但我们根本不是对手 兄弟们 他一个人就被吓破胆 所有人跟我去 嘎了他 就在到达二号楼门口时 只见菜鸡一边跑 一边叫 都嘎了 全都嘎了 魔鬼 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 听着菜鸡的话 莫害忍不住咽了一口 干涩的口水 此时安全通道的门被打开 所有人朝着方向看去 只见一个人出现 根本看不清楚长相 但却能看见他那微微上扬的嘴紧 腰 还有这么多人啊 众人看到铁柱头 连忙向外面跑去 看着我没有追来 莫汉又嚣张的开始了嘲讽 你小子 给我等着 迟早我定要嘎了你 说完只见我快速冲了过来 吓得众人疯狂逃命 人家刚刚都没追来 放什么狠话 现在好了 又追来了 很快他们跑到了隔壁小区 关上门还上了锁 看着我追来 莫汉癫狂嘲笑 小子 有种你翻进来啊 怎么样呢 我又跳出来了 再回去了 怎么样 怎么样 打我 等他一翻 就直接带走他 好 哼 那就该我表演了 我干 这力气还是个人吗 刚刚还有点气气的众人 顿时大叫朝着楼房里跑 我却将大门又重新锁上 今天一个也别想跑了 此时的莫汉回到家里 惊魂未遇 气喘吁吁 老公 你干什么 到底怎么回事 你们人呢 莫汉没说话 整个人都在颤抖 甚至裤子都湿了 浑然不知 走 走 这里不能带了 恶魔 魔鬼 他嘎了所有人 老公 外面下雨了 怎么走 完了 这下谁都走不掉了 嗨 快去把门关了 把家具都顶住门 嗨啊 曾经堂堂小区霸主 居然被吓得如此低 可见铁柱的手段 已经将他胆都被吓了 楼下 铁柱来到楼里 然后带着笑容敲了敲门 你好业主 茶水表 来敲我们了 怎么办 怎么办 谁来救救我 我就说别让你们出去抢小区的 会被报复 你们就是不听 此时莫汉双目绝望 死死的盯着屋门 咚咚咚 你好 茶水表 我会跟他同归于尽 你要好好活下去 莫汉缓缓将瓶盖打开 这就是他不要命接的雨水 但凡被见到一点就会见盈了 就在此时 铁柱进门 莫汉将手中的水洒向了底 你个送外卖的 老子终于弄嘎你了 你用水泼我 是不是有病 莫汉看我去迟迟一点反应 整个人呆愣在原地 为什么 为什么你会没事 为什么会这样 你泼的是雨水 是自己大意了 没想到还有人见雨水嘎人 千算万算没想到 这一点 不对 他都毒发了 为什么自己还没毒发 难道还没到时间 等了一分钟 我却什么感觉没有 印象里 淋雨之人五秒内就会抽出痛苦 十秒就达 难道是强化身体 连这种病毒也能抵抗 说着铁柱就走到窗边 将窗户打开 缓缓地将手伸出 冰凉的雨水落在手心里 自己缺一点是没有 看来自己的强化身体果然能抗住病毒入侵 哈哈哈哈 一块面包就能换一扫 而我获得了无限物 别人囤物资 我囤美女 只要攻略美女 我的无限物资系统就能升级 上级说到我被人泼了毒雨水 却发现系统给我的增强体质能免医治毒雨 这次我要出去打了前女友 这边叶轻一通过电话得知 再上大学的月月也被困在大学场 一些为了吃的女孩跑去了老师的房间 两分半后就拿着吃的出来 看来你外甥女那边也快乱了 一切的开始就是从用食物交换 一旦有女人顺从 男人的贪婪会逐渐增长 当然也有好的存在 但这年头当好人真没什么好下场 那可是大学 最不缺的就是年轻漂亮的女孩 一旦乱了 也许比这里还夸张 主人不是说要带我们离开吗 她才不会为了你去救人 我外甥女很漂亮 你可真是个好小姨 一个总好过一群 跟着她至少能活着 你们俩以后不会尴尬吗 我倒是有点期待了 此时 我正在看着系统给的奖励 解锁莫斯大礼包2.0 物资2.0已接受 高级强化身体已接收 武器装备2.0版已接受 念力死已激活 物资2.0版本多了一些防护服 改装车辆 还有医疗器械用品 武器装备2.0版本 我终于是看见不少新增武器 手雷 RPG 反坦克地雷 镖枪 毒刺等单兵作战装备 念力死的能力是能控制物品 只见我紧紧盯着 墙上的一副昆哥哥的画像 随着一响 昆昆顿时漂浮在空中 画像顿时碎裂 但并没有落下 残渣继续漂浮着 随着我意念移动 碎片宛如子弹一般飞射而出 有意思 我这能力 让那些普通人该怎么活 回来后 我带着三女练习了枪法和生存技能 并给她们都配了武器 我们有武器了 是不是就可以 你傻吗 她能将武器给我们用 说明她已经不怕了 这时 几人听见我的喊话 晚上谁要是地狱八环 那么恭喜 得陪我一个通宵 三个女人对视了一眼 立马开始练习 哪怕是害怕的安排 也变得坚定起来 通宵啊 这谁顶得住 还是练这把枪好 自然不会打呀 但是她那把枪会打的 经过几天的练习 我觉得可以出门了 给每个人发了 2.0系统里的衣服和物资 全都是保暖之外 又能抵抗毒雨的衣物 我直接从系统里 拿出一辆改装车 原本2.0换成了4.0发动机 加强的防撞梁 加厚车身 防弹剥离 全车没有一点橡胶件 有了这家伙 我们能穿梭在任何一个地方 出发 主人咱们去哪里 先去营花路 德海小区 到了小区内 我敲了敲门 就看见了一个嘴唇干裂头发 乱糟糟的兽男人 找各种理由扣工资 让自己加班还不给加班费 后来才知道是 他把我加班费都扣下 铁柱 你真的来啊 太好了 带吃的吗 看我两手空空 经理马上就生气了 你怎么没带吃的 不是让你带吃的吗 我掏出我 经理笔直倒闭 我双手插都离开 接下来我按照名单一个一个处决 直到下午4点 便将名单上的人 全部清理干净 这也算是跟以前的 自己做个招待 不过现在还剩下一个 就是自己的前女友 为了钱和自己的好哥们好 和朴布顺在商量怎么拿下我 等下他来了 我就在水里下药 到时候我们就有那些物资 起码能扛几个月 也许这场危机就过了 好 那就等他来 就在路过一处加油站时 我们却被几个混混拦了下来 我看 疯子哥 咱们发了 居然还是改装的坦克400 带履带的 履带嘛 确实是一个好办法 聪明 疯子哥 全答了 还是 既然有这本事 自然得留着 对货总有帮助 看到我们在海赶来 也不是善查 都注意点 观察一下再下手 别把计划搞乱了 看到车里居然下来了 三个极品美女 为了一个男的 众人都心里狂喜 疯子哥 怎么搞 先探探地 能有自信带着三个极品出来 想必有两把刷子 兄弟这是准备去哪里 也没什么打算 到处瞎逛逛 你是哪里的 黄都会所听过吧 我们的老板货总有大把物资 只要有本事的人 很乐意接收 我看兄弟这改装手段不错 要不要加入我们 这会有点忙 要不加个杯 小子 你这次见酒不吃吃发酒 只见叶青一抬起手臂 四十一枪 来到那个叫鱼哥的身边 直接轻功弹打 我就说很忙吧 你不信 现在好了 我家的猫猫们发飙了 我可管不了他们 听到我的话 三女知道该怎么做了 大哥 要不我给你个威 还没等这疯子哥说完话 就被打成了筛子 哎呀 你干嘛呀 人家给我威而已 你就抱头了 对不起吗 你跟我说对不起干嘛 跟人家说去 来到疯子哥面前 孙婷一本正经说道 对不起 我不应该抱你的头 说完又朝着脑袋清空淡假 周围的小弟从没见过这么狠 谈笑之间就把疯子哥给嗓了 现在子弹这么不值钱吗 你把他脸都打烂了 等一下怎么扫脸打开手机 疯子哥手机是指纹解锁 谢谢你 但不客气 又是疯的一声 小弟难以置信倒下 脑海里最后的画面是抬起武器的温柔女孩 为什么笑得那么柔和 剩下的小弟直接跪在地上求牢 说说吧 你们这是准备去哪里抢物资 大哥 我们是准备去珊瑚小区 原来目标一致啊 你们这些人去抢珊瑚小区啊 不是抢 是给教训 顺便探探虚实 你说话我有点听不懂 攻击抬手就是一枪 你来说别紧张 别像他们俩就行了 我们霍总跟珊瑚小区的习总有交易 我们霍总提供水 习总用市场价的百倍购买 但这两天习总的不动产都抵押给霍总 霍总就让他出年轻男人和女人交换 习总不愿意 就派我们去闹市 打几个人 你说的习总是不是康威地产的习总 对对对 就是他 你真是 再一次宴会上见过一面 而且这个珊瑚小区也是他的楼盘 还是个大慈善家 对对对 就是这个人 让你说话了吗 抬手就是一枪 最后一个小弟全身颤抖 突然全身抽出口吐来墨 双目圆针 倒在地上抽出了两下就没了 这难道是被吓死的吗 应该是吧 真的好吓人了 对了 你们刚刚说的习总漂亮不 达 漂亮 跟你一样 差不多 车灯比我大 走先出发 趁小区还没攻陷 应该有不少美女吧 是第三十天 亲手解决了女友 我们一行人辗转来到了习总阵 没想到这位习总竟也是一位绝色佳人 被安排进了一处宽敞的大屏层后 我敏锐地察觉到角落上的监控摄像头 我立即发动电力 监控室内的屏幕瞬间变成了无信号的启发 而值班的保安人在梦乡中浑然不觉 处理完监控 我决定去会一会那位所谓的前女友 踏入屋内 日间显然没料到我会直接亮出武器 铁柱 我错了 求你不要伤害我 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 哼 你为了钱和嫖不起私奔的时候就已经晚了 这个女人 居然敢嘎老子的人 习总 我只是派人跟你聊了 你就把他们嘎了 度合适吧 嗯 霍总你在说什么 我不是很懂 他喵的 跟老子装什么装 这件事你不给我一个交代 你们就等嘎吧 我忘你 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别以为我习梦会怕你 嗯 好就冲你这句话 你们小区等嘎吧 老婆 别生气 喝口热水 其实我觉得跟霍总合作并不是坏事 霍总有水 你有食品仓库 但水源更稀缺 哼 他的那些条件是人提出来的吗 定时给他们送女人 还要男人给他们当打兽 我习梦什么时候跟这些人低过头 哼 你今天给几个陌生人物资 就已经有人有意见了 是水 他们敢有意见 我就把他们全部清理出去 钱总 我是打算把珊瑚小区给搞了 你只要给我喷子 我把习梦捆好了 送到你的床上 如何 此话当真 我能骗钱总你吗 量你也不敢 这样吧 我这有几把喷子 到时候给你一把外加五颗子弹 钱总 五颗子弹是不是少了点 少什么少 现在的喷子就是震慑作用 谁还会去堵你枪里又没有子弹 开一枪就全部下注 一把喷子加五颗子弹 和西梦那样的美人 老子给你个屁吃 先把枪搞到手再说 那就多谢钱总 等一下我派人去你那一趟 再带两个美女过来 好的 一定给钱总你选最好的 奶奶的 要不是这把武器没了子弹 我早就冲过去崩了你们了 西总 监控是好像中毒了 都没画面了 大家少安五脏 今天是距离灾难开始整整一个月 相信过不了多久 这场灾难就会过去 回到原本的生活 西总 到底还有多久啊 各位 实不相瞒 今天我得到消息 最快下个月就有救援 警戒 警戒 有一辆扎头车朝着车库里冲来了 大家不要慌都拿起武器反抗 不要跑 西蒙 何总让我们给你问好 兄弟们 给我冲 西总 你快走 这里我顶着 有钱人的小区果然美女多 你不要过来 这么对待一个女士 有点不礼貌 发什么带 还不走 谢谢你 不客气 我收费的啊 此时 西蒙的人员不敌几乎全部阵亡 看着一众人冲了过来 把对方全部放 看着我的手段和惨不忍睹的场面 西蒙和富奇整个人吓得瑟瑟发抖 而西蒙也有了个大胆的想法 小兄弟 你这一手的本事在哪里学的 经常看两年半的畅销 和马大师的视频 果然外卖小哥没有一个是普通的 铁柱你一回来我办公室一趟 我有话和你说 好的 西总 弟弟 我就直说了 你的身手好 如果你帮姐姐嘎了货万年 姐姐就豁出去了 好 那就一言为定 不过 我先收点利息 夜晚 我潜入会所 发现有事 没食物居然吃起了同类 看来这些人 一个也留不得了 这次行动 目的只有一把 绑了西蒙 那么我们将有更多的武器 拿下华安市指示时间问题 老大 根据县人提供的线索 西蒙这个女人身边 出现了一个怪人 自成送外卖的 但却把咱们兄弟倒把他们都嘎了 咱们混江湖的义子当头 管他是送外卖的 还是送昆头的 在喷子面前种生平等 兄弟们 明天除了西蒙 其他全部嘎掉 霍总 不好了 门口的兄弟被干掉了 这时几人只看见有一个男人 肩膀上扛着一把斩马刀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银要闯 兄弟们给我冲 嘎了他 看着几个小弟 冲自己 你就是西蒙身边 那个送外卖的 正是在下 那你就去死吧 解决了霍万年 刚才一些叫嚣的小弟吓得藏死 我直接拿着 一发入魂 我在地下仓库找到了一个男人 大哥 别搞我 我叫蔡坤坤 再会梭里唱跳 打篮球的 知道一些大哥想知道的事情 我知道有个女明星被困在华安市的双冬区 你知道双冬区多大吗 大哥 明星肯定不会住得太差 双冬区也只有一个别墅区 肯定就在里面 说了和没说一样 回到基地 我拿着霍万年的随身物品和喷子出现 众人看到我拿着喷子 都是格外震惊 习总 我已经完成任务了 你答应我的该应验 哈哈哈哈 不是将林天再来洗 只要被同女淋到最后 我是将人 而我却击负了无限命 只要不断寻找美女 就能升级系统 此时二楼的办公室里 一个男人听着手下人的汇报 但霍万年那边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咱们的小弟今天去取货 发现所有人都嘎了 闭上全是喷子的弹壳 跟我们的型号一样 只可惜浪费我一把武器和子弹 连西梦一根头发都没看见 大 虽然货万年嘎了 但会所里还是找到六十多个女的 要不安排一个给你尝尝先 洗干净点 别让你妈知道了 老弟 爸还是主张稳 说再等几个月行动 我们有大把的人 有武器 就要先把地盘占好 先抢先得啊 爸不是喜欢席梦那个女人吗 我要是把席梦带来 能不能按照我的计划做 帮我问问 老爸说 你要是真能把席梦带来 就答应你 这不就对了吗 他或万年不行的 我来 不过你还是要我这些 或万年那些人嘎的蹊跷 大哥你多虑了 咱们五把喷子 吓都吓死他们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行动 就在他们睡觉的时候 好主意 席梦 这个人留不得 他绝对不是表面那么简单 他所展现出来的都是假的 富奇说完就咳嗽了起来 感觉整个人都虚弱了很多 反端其貌 最近的气色红润有光泽 整个人散发出来的魅力更加浓厚 富奇发现头上的帽子更是一闪一闪的 他对我有用 现在不嘎了他 以后嘎的就是我们 他嘎了 我就没办法压住那些老板 尤其是或万年还挂了 他们一个个都想着当老大 你是不是傻 那个铁柱挂了 根子不就是我们的吗 还怕那些老板不老是 等下钥匙铁柱来了 给他倒杯水 放点安眠药就能把他搞定 这件事不能乱来 我要考虑一下 席梦 你是不是傻啊 你们这回天真到以为 那个送外卖的辉宝你们命 那都是他骗人的 你们都是一些傻貌 够了 有时间还是把你那两秒半的时间 再往上加加吧 而出去的富奇找到了我 带着他的小三宝猛猛 走一天要跑 突然的车声让席梦一惊 出门后看到他老公就要跑 你给我过来啊 我那么做事为了谁 我牺牲了那么多 你就把我给撇下了 你就带着你那个小三走了 你好自为之吧 喜姐姐 别哭了 我这有个按钮 能让车停 话没说完 喜梦就一把抢了过去 直接一按 车里 开车的富奇突然听见 嗶嗶嗶的声音 你们听见什么声音没有 滴滴滴的声音越来越急次 冯萌萌和方威对视了一 一堵不少的预点 一堵巨大的爆炸声传来 黑夜瞬间被火焰照亮 显得是那么的璀璨夺目 哎呀 你干嘛 话都没说完 喜姐姐你就把姐夫给炸了 按一下是爆炸 按两下是停 那么着急干嘛 铁柱 你炸我老公 我绝不跟你走 是你老公偷了我车要走的 你也没有听我说完 就按了按钮 兄弟们 咱们今天晚上去干票大的 珊瑚小区大家应该听说过 咱们华安市有钱人住的小区 听说美女超级多 说不定还有明星住在里面 有钱人肯定藏了很多是喝 有物资还有美人 这票好啊 没错 这次的任务就是搜刮物资 男的抵抗杆了 你的抓了 还有更重要的 抓住珊瑚小区的老大 西梦 就是那个美如天仙的 华安市的房产女王嘛 没错就是她 以后珊瑚小区 你们想住哪一间就住哪一间 每个人分两个老婆 只要干得好老婆加倍 此时奈喊声不断 曾几何时 这些男人娶媳妇都是问题 不仅要三十八万八的财 还要房子 而如今能直接分房 还分配老婆 末世只要够好 娶个十七八个都没问题 注意安全 也别太节省子弹 命更重要 就等着我好消息吧 递进越有钱的人越怕嘎 乌合之重罢了 等你凯旋 最漂亮的女人哥 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出发 兄弟们给我直接 冲进地下车库 车库里 值班的男人呼呼大睡 而他们根本就没意识到 危险马上来临 带着宁孝的男人们 轰轰撞住 知道行梦住哪里不 知道知道 我知道 那就赶快带路 钱普来到卧室后 却发现没有人 敢骗我 跟我躲猫猫 兄弟们那就把小区 整个翻一遍 这时声响把孙婷几人吵起来 快起来 有人来冲楼了 真的吗 那太好了 习孟呆滞地看着眼前 这三个女人 她们居然一点都不怕 隐隐约约还带着期待 突然 门锁发生细微的声音 有人在开锁 就在开门的一瞬间 三把消音一起 说 你们老大是谁 臭女人 休想从我嘴里问出什么 你说 我们是郊区 普利仓库的员工 我们老大叫钱中然 今天带我们来的是 他老二钱普 任务是抢物资 还有找习孟 习孟娇区一颤 没想到货万年嘴里的钱 总他们的目标 居然是自己 你们找习孟干什么 就是我们老大看上了 哦 你们来了多少人 一百左右 还有五把盆子 主人 有人冲楼 上百人呢 来找习孟的 他们的老大看中了 既然是来找习姐姐的 为了整栋楼的安慰 习姐姐你得牺牲自己了 毕竟你可是老大 不能躲在这里 不 我不要 当老大的总要有牺牲 你之前不为了大家去跟霍万年会面吗 不 不 我是装的 我不会去的 求你了 不要把我交出去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谢谢主人 别这么快谢谢 我们打个赌吧 赢了就留在我身边 你要是输了 你就要担负起小区老大的职责 拯救大家落一个好名声 这不就是你以前的拿手好戏吗 好 我跟你赌 那就赌简单一点 虽然你有私心 但对这小区的人还不错 激励他们好好活下去 还发物资 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心存感激 勇于跟恶势力做斗争 所以赌约很简单 他们会帮你 还是将你推入火坑 女士优先 如果有人愿意 有人不愿意怎么算 那肯定看哪边的护育高 放心 我很公平的 他们会把我推入火坑 他们什么品性我比你清楚 虽然我有意避开 但始终还是要面对 其实我还是期待大家留你 毕竟我真想看看 还有没有好人 走吧 老大 不愧是有钱人的小区 货色都高级不少 喜梦还没找到吗 也找了 在这里 这位老大 其实我是将人带给你的 实时务者为俊杰 小兄弟 我很欣赏你 听他们说是你把货万年给解决了 确实是的 小兄弟如此本身 不如跟我做事 一起打天下 那太好了 铁柱 习总对你不薄 如今你卖主求荣 我们都看不起你 喂 我们都看不起你 各位业主 不是我卖主求荣 而是情况不一样 你们都被抓了 就我一个有什么用 平日喜梦对你们不错 墨市里没让你们饿着 如今有难 只要你们跟我一起反抗 我铁柱豁出去了 他们无把枪 顶了天也就二十多发子弹 我们还有机会 谁敢动 哪个活够了可以来 此时一旁观看的喜梦 更是心寒 还是存在一丝幻想 起码有一半人会为了自己站出来 毕竟平日里关系还不错 这一刻 一个都没有人为他站出来 终究还是养了一群白眼狼 看看你们 失他的不少 现在都见死不救 那就别骂我们外主求荣 况且我还救你们几次 要不是我 你们早就被祸万年给解决了 想憋三 我才是正主 鼻子一边呆着去 你这么说话 真的不礼貌 嘎了 连续的五身枪响打破了平衡 除了钱谱外 其他四个人直接挂了 你居然有枪 这年头没把枪 都不好意思在外面混 不然你以为他为什么这么老实呢 你想怎么样 不想怎么样 只想送你一城而已 恭喜你 你有资格留在我身边 谢谢主人收留 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响起 把枪放下 不知道什么时候 居然有几个男人捡起了那几把喷 各位 我刚刚救了你们啊 你们就这么报答我的吗 哈哈哈哈 铁老弟 不是我忘恩负义 主要就是你太强了 让我很没底啊 连席梦这样的女人都能收服 甚至让她跪下 我也想让她跪下 陈总 这样吧 我带他们走 以后精水不犯河水 老弟就算我能答应你 各位业主也不会答应啊 他们也怕你来报复啊 不用你为难你嘎了 我们大家都好过 美女们就都留下 给我们享受享受吧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那就一个不留吧 给我开枪 嘎了他 这时只见五个拿着空子的门 纷纷被暴跑 而反观这边 一点毛事都没有 仿佛打的是空炮弹死 然而地上却掉落着钢珠 子弹根本就没近身 就全部被我捕操 这一刻所有人物都放在 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尤其是陈总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不装了 你们统统都得搞 这是叶青衣安白和孙婷 一阵嗓声 习梦你来解决他 习总 是我啊 小陈 我根付大哥很要好 过年还给您送过腊肉和礼品 求你不要搞我啊 他刚刚也在人群里大喊 要搞我们 只见习梦突然发出尖叫 不断地扣动扳机 直到将弹甲清 主人刚才那是什么能力 主人是吸血鬼 有着隔空取物的本领 你能被看中 祖坟冒烟了 爸 不会出事了吧 我把喷子 二十几发子弹 不可能攻不下一个小区 是啊 但现在他们一点消息都没有 还有一种可能性 你弟弟想单飞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没什么不可能 钱仆一直反对我的策略 这次让他拿走一半的喷子 他还不自立为王 我也是被女人冲昏的头脑 怎么给了一半出去 随着钱仲然这么一说 钱明觉得很有道理 想起昨天晚上弟弟那急破的眼神 他的目的原来不是为了抓习梦 而是拿枪 你去让兄弟们提高警惕 这小子已经被权力给吞噬了 很有可能带人杀回来 再怎么说你也是他爸 我现在终于是明白了 古代那些造反的皇子 连老子都尴尬 也明白老子连儿子都能下得去手 这就是一场你死我活 这臭小子肯定在珊瑚小区 搜刮了不少好处 想独吞了 让兄弟们提高警惕 别说老二叛变了 免得影响人心 剩下的五把喷子 你给我一把 你自己一把 再给三个信得过的兄弟 我追到了 来 给你们变个魔术 哇 主人开始撩妹了吗 来 太上老爵 急急如律令 给老爹 只见凭空一辆兵力出现在身边 主人 去哪里 出发 鼓励仓库 去给兴钱的送外卖 此时幸福小区外 停了少说有三十多辆车 而在所有车的最前面 为首的男人 大概三十多岁 他穿着黑色大衣 跟在他身后的很多人 都拿着各式各样的冷冰气 其他人都赶了 物资一件不要留下 好的 罗老师 对了 有几个女人 毕竟都是血气方刚的少年 但可不要过度 免得手小没力 这群人是武术学校的 队伍里还有几个老师 其他都是年轻的学生 罗老师 云老师 咱们去有钱人的小区吧 听说那边的女人也好看啊 一听到这个 男生们跟打了几起次 当初去学武术还真学队 这时候就变成了生存指导 老罗 就让同学们放座一晚上 也那么严格 去珊瑚小区吧 那也是咱们华安市 有钱人住的地方 把那些人嘎了 咱们也能住在那豪华小区 很快 车队就来到了珊瑚小区 看来有人比我们要快很多 老罗 你快来看 嗯 好快的刀 整个身体被横着斩成两截 这力量绝非常人 你要是跟这个人碰到 有把握吗 从现在看来 这人的力量在我之上 但似乎没什么技术 只是挥卡而已 还是那句话 五步之内 我无敌 就在众人看见我时 一群年轻人向我冲来 我手持斩马刀 一下就斩掉 乔子 你空有一身的蛮力 这只会劈卡而已 你似乎有点实力 确实有一点 所以想来会会你 呵呵 你是第一个向我挑战的人 你可以先出手 罗承听后眉头一皱 毕竟这是自己的口头禅 居然被他给讲出来了 好 我赢了 你就给我当小弟 可以 没问题 善意地提醒你一句 五步之内 我无敌 那我很期待你的表现 一场单挑马上打响 气氛一下变得紧张起来 罗承知道眼前的男人很厉害 所以打算全力以赴 他的力量很强 不过我相信 只要躲过他一道 我就能抓掉他 看着罗承不动 我仰起刀就是斩下 罗承看到实际道 便拔刀弹来 突然 罗承感觉腰一两 一声闷着 罗承倒地 目光却看向自己的下半身 如果你遇到的是别人 五步内确实无敌 可惜你遇到我了 后面的鱼童 现在都没反应过来 罗承就被嘎了 鱼童误会一声 驱散自己的恐惧 那就让我来领教一下 阁下的刀 连刀都不用 这么看不起我吗 还没反应过来 鱼童对我一脚踢肺 一声惨叫 鱼童隐喊西北 其他人健壮 全部吓得屁滚尿流逃跑 现在外面多少度了 有零下二十多度吧 估计今天晚上会降到零下四十度 都准备一下 我们准备去云海市 就在众人以为末世要结束时 窗外却飘起了雪花 刚刚还生龙活苦的人 被雪花粘着 没几下就抽搐而死 还有一些人为此光 因为又可以为所欲为了 此时的温度已经来到了零下三十度 而且到了深夜 温度恐怕直接来到零下四十度 我把车装上了三脚站 一路横推开起狂飙模式 哪怕在后的积雪 也无法阻挡末世房车的前进 我们一行人来到学校 找到了谢明月正要走时 突然传来了两道声音 站住 不管你是小姨父还是大姨父 她是我的 你身后的女人也都是我的 之前留我的人基本上都不在了 你们也想吗 在我夜风面前 没人能狂得起来 今日你必嘎无疑 我突然很好奇 你的自信到底是从哪里来 我一群人时间轰飞了夜风 夜风不可思议的看着我 他重生后 获得了系统 力量就比别人强了几十倍 没想到却栽到了我的手 就在这时 夜风的脑海里突然传来了系统声音 系统检测速度是命力急剧下降 请速阻力马逃离现场 请速阻力马逃离现场 否则必嘎无疑 大哥 大哥 别 我认输 我还是喜欢你之前嚣张的模样 自己要死了吗 自己可是获得系统的人 怎么会死了 这不可能 获得系统的人 不应该气切成全吗 别人在求生 自己在旅游 为什么才刚刚开始 就被人给打死了 你确实很厉害 不是普通人 你不会是有系统吧 你怎么 这可是自己最大的秘密 他怎么会知道 不要惊讶 因为我也有 而且比你厉害 要是重生了 多好 别再碰到我 夜风求饶 就直接解决了他 恭喜速度 达成条件 发放莫斯大礼包3.0 解锁大型武器库 战神系统 类自女神战斗系统 所谓的大型武器库 全部都是歼26歼20 轰20 F16 F22 F35 B2 这就是战神系列 还有塔克系列 我打开了女战神系统 发现只要被我攻略的女人 每提升一级抽取奖励一次 我每提升一级将抽取奖励三次 自己的特殊能力为初级念力是 品质暗精 物品品质划分 白 蓝 红 金 暗精 远古 等级划分 初级 中级 高级 克级 纠级 巅峰 现在初级念力师就这么屌了 如果提升到中级骑马 能将一栋楼给拆解 巅峰的话 真是不想象 解救下了谢明月三人后 我在系统商城里面 拿出一瓶蓝色的真果 这是病毒抗体 打一针就不怕外面的雨雪 和冰冷的天气 天降灾难 漠视背后的神秘组织浮出水 透露出天气回升后 丧尸就会来袭 我却在屋里吃着火锅 吹着空调 还有明星美女陪伴 找到刚解救的陆雨蝶 给她打了下去 随着车门打开 陆雨蝶走了出去 天哪 四个女孩 她不要命了吗 居然直接跳进雪里了 她好想这么密思 闭着眼睛的陆雨蝶 觉得自己马上要没了 但迟迟未到的痛 让陆雨蝶睁开了眼睛 入眼就是美好的世界 除了有点冷 好像也没什么其他的 我随即拿出五个药剂 分给了孙婷几人 启动车辆 朝着云海市市区 看着自己获得的抽奖转盘 直接开启了十连抽 随着转盘转动 我获得了雷霆之怒技能 雷霆之怒 召唤迁到雷霆进行目标打击 又抽到了灵妹玉体 提升女子修炼速度 与之双修效果更加 迫不及待的 我就抓着李灵儿就修炼了起来 两个半小时后 我发现 李灵儿直接从三级跳到了六级 连自己都直接升了一级 达到了五十四级 同时触发了奖励 自己升一级能抽三次 直接抽起来 眼前出现了三个华丽的箱子 我选择了中间一个 只见一道金光出现 混元霸体 肉身拥有超强的防御能力 暗金之下技能免疫 暗金之下免疫 有多少人有暗金之上的技能 出个金都能笑一辈子 结果打自己身上就是 无效 别人的心菜会爆炸的 李灵儿连升三级 也有三个箱子可以抽取 直接三连开 获得了 寒冰指红 疾风布蓝 百变见白 直接将寒冰指和疾风布 给李灵儿装在技能栏 虽然是两个出击技能 但对于现在的情况来说 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云海市 江家 等一下会有人来 大哥 是那些提供你消息的人吗 到底是一些什么人了 他们怎么会知道发生这种事情 江同山没回答 记得那是一年前的早上 手机上突然出现了一条信息 让自己囤物资 一年后会有灾难 一开始就当成恶作剧没理会 但连续几个晚上做噩梦 觉得囤就囤点 反正没多少钱 结果到了灾难前几天 那个陌生的号码发来短信 让自己叫上家人不要外出 那准备多少保镖 就准备多少 再然后就提醒会有大叫门 再然后就让自己等 对于这种恐怖的势力 江同山心里也担心 但如果不是这股势力 恐怕现在全家都完蛋了 老爸 你看过人类清除计划部 现在不就是了 我们是被选中重新支配秩序的 这话听起来有点滑稽 但好像也合情合理 叮咚一声 摆在江同山面前的手机响了一声 短信来了 他们来了 道路上 一辆铲雪车开路 后面跟着三辆路湖揽上 还有两辆挂车 那集装箱上印着奇怪的logo 然而这些车使用的依然是轮胎 似乎并没受到什么影响 这难道是传说中的保护伞公司 你的意思是 他们是这次灾难的发起者 重新制定世界的规矩 慧哥 这又有什么不可能呢 你应该庆幸 选的是咱们家 众人没有说话 确实应该庆幸 从路虎车上下来 全副武装的战士 全身穿着作战服 看起来很有科幻感 而毕章也是那奇怪的logo 重点是 他们居然不惧怕虚 江总终于是见面了 抱歉 没办法来迎接您 可以理解 江总 名号 我没有名字 但你可以叫我经理 你好经理 李面青 看来江总确实囤了不少物资 我现在都没查贺 要不是经理提醒 我们恐怕早就饿死了 现在饿死的人可不少啊 你们作为大集团 也该出出力了 一旁的战士 将手提箱放在桌子上 大家疑惑地看着手提箱 打开手提箱 只见里面装的是 一瓶瓶蓝色液体 这是昨天研制出来的疫苗 时间还不稳定 但维持的效果 大概在12个小时左右 看个人体质 最好10个小时 给自己来一下 江家人倒吸一口凉气 居然有疫苗了 这才多久 一个多月的时间 除非是提前就研究出来的 不然不可能 经理 您是代表官方吗 不是 我代表的是公司 我负责云海市 华安市 中林市 做得好 我们的合作会很愉快 做得不好 那我们的合作 恐怕就不会那么愉快了 随着经理的话 周围的温度仿佛都低了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公司 居然如此的牛逼 我相信我们的合作 会非常的愉快 江总做生意我们了解 不然也不会选你们 经理 那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 你们接下来要做的是 控制住整个云海市 让云海市恢复电力 通信物资生产 然后再弃高墙 将整个云海市围住 为什么要将云海市给围住 经理笑了笑拿出手机 播放出一个视频 这是我们公司进行的人体实验 视频里 一个已经达掉的人 躺在玻璃房内 而在左右上角 显示着玻璃房内的温度 随着温度的升高 可以清楚地看见 昆体皮肤里 好像有什么东西动了起来 随着温度来到38度 原本昆体 然睁开了眼睛 随即疯狂敲打玻璃 经过我们公司研究人员发现 这些昆体里的病毒没有消失 而是因为温度低的原因 处于休眠状态 一旦低温天气消失 升温会让昆体里的病毒活过来 也就是我们电影上看过的 丧失 众人倒吸一口凉气 这种天气已经很要命了 升温之后 你告诉我那些昆体还能站起来 活着太难了吧 这些丧失的速度极快 白米只需要6.9秒 力量比成年人要强 可不像电影里那样动作迟钝 但有一点很像 抱头就嘎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把昆体先抱头 这样就不会变成丧失 我们实验过 昆体最后还是会变成丧失 所以只有在丧失的情况下抱头 当然了 现在的昆体可以直接火化解决 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 自己想办法 不管用什么手段 能保多少人是多少 没有用的老人 可以全部嘎了浪费物资 如今公司已经在研制最新疫苗 但以现在的量来说 只能维持少部分人 所以你们在人选方面要慎重 执行任务的时候才使用疫苗 经理 这样的低温状态还要维持多久 看天意 所以时间紧迫 你们要抓紧时间 经理 公司除了大城市之外 其他的小城市和县城市 不是也有安排的人 公司哪有那么大的经历 不然让你们弃墙干什么 到时候可是数以亿计的丧失 所有的一切都难料 对了 有两个人需要你们去找一下 一个叫楚柳 一个叫陆玉碟 他们应该在云大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是 我会立马就派人去找 集装箱里有装备武器 还有研制出来的防腐石剂 涂在橡胶上就行 但橡胶的磨损会快几倍 还有水沿过滤器 能帮你更容易的控制人 还有武器的遥控器 只要你按一下 所有武器无法射击 江铜山按洗 这些都是自保的前提 市主的事情又不是没发生过 我现在要去一趟华安市 期待你们这边的好消息 经理 您负责的三个城市 现在谁做的最好 经理回头看了一眼江庆光 江庆光顿时心里发出 有竞争才是好事 现在的钟林市比较好 华安市有点复杂 据说出现整片的小区死亡消息 那边的负责人也联系不上 公司对这件事很重视 担心是不是有其他的因素 在恢复通信之前 用卫星电话联系 集装箱里有 这些人就留给你了 经理放心 我一定完成任务 说完后 经理就坐着一架飞机飞艇 一场突如其来的丧失病毒 席卷成全 没人知道病毒爆发的源头在哪 天空开始降下酸液 粘到的人都瞬间吸 食物和水成了存活的必须品 一瓶水换一个笑话 一块面包就能让你心贵的生气 漠视 人性的恶子时也展现的淋漓 而我一个普通的外卖人 却意外举起 明显了自己 上集说到 极寒降临 一个知晓末日会到来的神秘组织浮出水 直升机上 经理的电话响起 人找到了没有 总经理 已经派人去找了 很快就会有消息 我现在正前往华安市调查 潜在危险 最时明天我就要他们消息 华安市那边 我已经派人过去了 联络人钱忠然死在自己仓库里了 已经启动二号联络人 多谢总经理关照 公司高层对华安市的几出怪异现象很关注 所有的监控设备都被损坏 你去那边之后 一定要调查出到底怎么回事 一些博士提出 很有可能是出现了人体变异 人体变异吗 现在还不确定 尽快给朱调查报告 不然你应该知道后果 挂了电话 经理擦了擦汗水 自己可不想被替代掉 这个经理岗位掌握了数千万人的身子 自己想要谁嘎 那这个人就不会看见第二天的太阳 江同山看着集装箱里面全是满满的枪支弹药 在末世里 这就是神器 组组织人去云大找人 云大的年轻人不少都组织起来 刚刚听经理的意思 这次灾难只会越来越凶狠 以后要想恢复人口 只有依靠年轻女孩 还有去电力局找找员工住所 让梅嘎的都去恢复电力 这是首要任务 大哥 我建议救援队的名义出发 车上挂喇叭喊话 让大家知道有救了 好 就按你说的办 那不 建高墙需要很多的人力物力 钢筋水泥不是小树木 尤其是将整个云海市给围住 每个几年根本完成不了 江源露出会心的笑容 儿子这方面的考虑还是很周到 不像老大的儿子 肝脑子都是那个漂亮的未婚妻 没有一点当家的模样 高墙的事情以后在意 现阶段做好刚刚说的事情 恢复所有的日常用品 但这些东西都要我们掌控 明白了吗 明白 以后我们家就是云海的老大 爸 依依的外甥女也在云大 可以去找找他 都什么时候了还想呢 以后整个云海的女人不随便你挑 也轻衣不可能活着 以后他家的事情跟你没关系 也跟我们家没有任何的关系 你最好给我清醒一点 如今是我们江家真正崛起的时候 你别给我掉链子 主任 我们刚刚发现了直升机 看见了 现在能开上直升机 不简单 会不会是冲我们来的 不冲我们还能留一条命 冲我们来 全都得嘎 在这个世上 你们不用惧怕任何人 除了我 嗯 我们知道了 忘记跟你们说了 我传授了一些特殊本领 给你们三个 叶青衣是大火球 魔法盾 席梦是烈光拳 肉体强化 都是蓝色技能 特殊本领 什么时候传的啊 都是小本领 是用我的亿万子孙给你们传授的 三个女人便欢快地跑去外面实验自己的技能 只见李灵儿指着对面远处 心里默念寒冰指 那纤细的食指瞬间凝聚一团白光 随即猛烈射出 白狼射向对方的大楼 直接将大楼换穿 末里天津之中 而大楼表面渐渐出现一层寒霜 几秒钟的时间将大楼给冻住 如果大楼里面有人 此时已经变成冰棍 这哪里是传授的小本领 这都要毁天灭地了 李灵儿立马又尝试了一下疾风 简直就像开了暂时 一下跑到这边 一下跑到那边 欢乐得像个小朋友 叶青衣也破比了一代实战的一大大火 随着心中落 眼前出现了一个直径 一顿时 大火头朝着另外一顿见着一推 就看见一个火头 红死撞机在那里四百米的包围 整个大楼开始清醒 随即轰然倒弹 此刻的叶青衣呆呆地看着 只剩下一半的大火 这哪是大火球 这明明是个导弹 习梦见他们的本领那么紧 赶紧也试试自己 应该也不会太弱吧 深吸一口气 心里默念烈光拳 随着习梦一气整腿 恐怖的拳风 一直朝着前方细去 桥梁直接被火了 有了实力的三女 显得格外有自信 我随即派出他们三人秘密潜伏 观察江家动响 发现他们正在召集 懂得水电维修人员 医生护士 工程师等等的相关人员 甚至还挑选了不少年轻女人 还带回了他们三人 叶青衣通过了解的知 江家人根本就没有想去解救自己 当看到江子辉 正在跟几个女人 在卧室里做运动 叶青衣突然都释怀了 这世上已经没有事情 能让自己牵挂 除了主人 直接抬手解决了 正在努力运动的江子辉 这边李灵儿抓到了江宇 从他口里得知 有个叫总经理的人 要找橱柳和陆雨年 并且还给了很多物资 包括嘎吊的人 会变丧坤的事 得知这一切的 我直接从窗户跳了下去 这一幕把三个女人吓了一跳 但是当看见我缓缓飘浮起来 更加吓一跳 她居然会飞 我朝着庄园方向快速飞去 我却在屋里吃着火锅 吹着空调 还有明星美女陪伴 不到一分钟 就看见我直接贯穿楼 落在了众人中间 江康山兄弟三人 看着我 如此的年轻 居然能从天而降 难道他是变异人吗 接二连三的打击 让江同山如坐过山车寺 之前还畅想着 当云海的黄 半天不到的时间 却被人按在地上摩擦 引以为傲的枪 对他们根本就不起座 你到底要我做什么 才能买的 你们已经嘎了我们的儿子 还想如何 你儿子都死了 估计你也不想活了 我想 活 你不想 我说的 江庆光压制不住内心的鼓 忽然大喊 逃着地上的步枪扑去 捡起枪就朝着我扣动扳击 却发现子弹全被一个扣动 为什么会这样 老天不公 这样对江家不公平 我这辈子最大的错误 就是答应了子辉 娶你这么一个女人 把我江家所有人给害死 听到没有 他说你是扫把星 要不是他 也不会招惹到你 好像还挺有道理的 但你想想 他们难道不是你派人 给抓过来的吗 你知道什么 只要温度上来 那些中了病毒的昆体 全部被称为丧尸 到时候还能剩下多少人口 而恢复人口需要女人 这就是如今女人的命数 有道理 但关我屁事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你就是自私 你说的对 我就是自私自利 任何事情都无法撼动我的利益 至于什么能力越大呀 巴拉巴拉的 每句看多了吧 狂人必有狂人收 你杀了我 那个神秘的公司 不会放过你的 你们就等着死吧 我会在下面等着你 神秘的公司 也许会成为 我无聊时候消遣的工具 但从现在来说 不堪一击 说完我将手枪丢给了叶清一 叶清一感谢我给她机会 直接清空待遇 这时电话响起 我接起电话 你好 我是练习两年半的外卖生 请问你有什么事 你是谁 让江同山来接电话 他现在睡着了 不能接你电话了 你应该庆幸 我现在有一大堆的事情要做 对了 告诉你 楚柳和陆雨碟在我手里 神呢 在你手里 呵呵 你让我如何相信你 信不信随你 想清楚了再打这个电话吧 解决了所有人口 走之前 叶清一好几庄 还没当上老大的江家彻底负面 随着整个庄园顿时被大火吞噬 也烧掉了他的过往 远在华安市的经理 此时站在珊瑚小区 经理 从这些人的伤口看来 应该都是同一个人做的 同一个 这么多人被一个人干掉的吗 到上是同一个人 从弹道推算 还有三个人 都穿着高跟鞋 应该是女性 这几个人很专业 还破坏了所有监控 没留任何的痕迹 经理现在能断定结果了 所有小区都有共同点 那就是凶狠的刀伤 而那些女人却有枪 还有 这里突然就出现了 一辆很大的履带式车子 从路面被碾压的情况看来 起码在一百吨以上 你的意思是 突然出现了一辆一百吨的车子 你当我是傻子吗 难道他是第一个被病毒变异的人 不然哪有这样的力气 公司那边还在研究 如何将丧失的基因 融合在人类DNA里 从而强大人类自身 如果将这个男人抓住 那将是很大的功劳 墨一会经理得到了消息 江家庄园被夷为平地 仿佛就像被一个导弹轰了死的 这可把经理给震惊了 甚至看到了传来的画面 哪里还有豪华的庄园 全是一片焦土 这种事情肯定是瞒不住 经理立马上报了总经理 现场没有导弹碎片 我已经派人去调查 你负责的这些城市 真是怪事连连 总经理 有个男人给我打了电话 说江家的事是他做的 还说那两个女孩在他手里 问我要找他们干什么 总经理交代要见到人才可以 随后经理打来电话 约我晚上八点见面 挂了电话 我看向两人 楚柳 陆雨蝶 有一个神秘公司在找你们俩 所以你们想要去吗 通过了解对治 陆雨蝶的父亲 是巨顶集团的董事长 楚柳的爸妈是基因遗传教授 随后我找到了奇梦询问对治 巨顶集团是个大企业 而陆雨蝶可能就是千金大小姐 而楚柳的父母 可能在帮着公司做研究 晚上八点 经理如约而至 你就是经理 而我的模样也被遗弃拍到 直接就传输到了公司 立马就开始进行身份查询 楚柳和陆雨蝶的身份 立马就被确定 正是目标人物 你有什么条件可以开 那你得问他们 想不想被你们救 想不想回家 说完 我松开楚柳 甚至后退了几度 让两人站在中间 看到这一幕总经理的诧异 这个年轻的男人到底什么意思 完全把握不到他的目的 快过来 陆总让我们来接你的 楚柳和陆雨蝶站在原地 半晌后 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下 转身朝着我走 站在了我身后 你看 是他们选择了我 我刚刚可没说什么 顿时 十多把枪同时指过来 一块面包 就能让女神坦诚相见 一瓶水就能换十个笑话 我只要不断收集美女 就能升级系统 获得奖励 我解决了江家后 幕后的总经理 却命令手下要嘎掉我 我从兜里摸出一个干扰器 丢在了地上 总经理的画面顿时变成雪 众人的耳脉也发出滋滋滋势 我召唤雷电之力 轻松地解决了这片坡 我的出手更是让 除柳和陆雨蝶再次见识了 我的强悍 竟然派个假扮的经理 真当我看不出来吗 此时 假经理已经被吓得 连逃跑都不回了 待在了原地丢了神 我取下他们的连接器 你知道耍我的后果 会是怎样吗 另一边的总经理没说话 我一把掐住假经理的脖子 那就是死路一条 随着手指用力 假经理当场 很西北 听好了 别让我抓到你 不然你那什么公司 全部都得死 说完我将眼镜 丢在地上一脚踩碎 画面再次变成了雪花 而总经理脸色沉重 虽然不知道 他刚刚怎么嘎了那些人 但肯定是那种 常人办不到的 这时 电脑上的搜索结果会 总经理立马翻阅 华安市警员小区的 死亡报告 看见死亡名单上面 确实少人 而我却现身在云海市 难道他融合了病毒 如果是真的话 那他就是手力成功了 这也能解释得通 他的力量会强那么多 看来要尽快研制出来 这种增强实在太恐怖了 但如果将他带回来 进行研究的话 肯定是半功倍 但刚刚一只小队全部被灭 看来不能硬卖 只能智取 看着视频中的回放 总经理看到我搂着楚柳 仿佛已经发现了我的弱点 现在只需要派一个 长相极佳的潜伏过去 找到机会将他迷晕 不只能将他带回来 楚柳和鹿雨蝶都能带回来 对付这样凶残的人 自然要排出王牌 不单单是外貌 身材也要火辣 不然怎么能入他的眼 很快就有了人选 也是公司培养多年的女 名字叫切儿 他最擅长的就是潜伏作战 有一项绝密的任务 需要你去执行 总经理请说 这个男人叫铁柱 很有可能他融合了病毒 变得很强 你需要潜伏到他的身边 但活得回来 除了他之外 还有这两个女孩 楚柳和鹿雨蝶 地址是在云海市昆昆酒店 是 保证完成任务 希望这次倩能把人给带回来 毕竟倩拥有如此美貌 那个铁柱自然会放松警惕 到时 倩只需要给他来上一针就行 然而让总经理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个举动让他鸡飞蛋打 铁柱压根就不是正常人 这边我和楚老师研究了 一晚上的英语发音后 楚老师直接从三级升到五级 可见楚老师受到多么残烈的撞击 自己都升了一级 如今七十五级了 自己的卡线攒一些一起开 掀开这几个女人攒下的积分吧 我直接轮盘三十连超 居然出了四个红色技能 孙婷传授了克星体质 给安白传授了 基因改造之祖国人 给新收的女人将那马安装了赤红S战甲 现在的孙婷几人强得可怕 夜晚 一架直升机悄悄降落在酒店不远处 伸手解决了几个卡纹比尔 切儿就拿出望远镜观察着对面的动静 发现我居然在做热身运动 看来目标凉物确实贪痛美色 对面的阳台上 我目光看向黑夜里 你猜会不会有人在偷看我们呢 陆雨迭恩了一声 心里莫名涌出一股兴奋 总经理办公室内 一个电话打断了总经理的心血 总经理我是负责华安 钟林云海的经理 听出来了 什么事 总经理好消息 昨天在华安市 一支小队例行任务 队长让一个独臂男人去自杀 结果那个男人被血沾上并没有死 现在已经被控制 明天早上就送去公司 真的吗 你确定吗 千真万确 这个独臂男人现在力量很强 能将一辆小车给掀翻 奔跑速度比世界冠军还快 反应能力也很突出 而且他也很配合 希望能得到重用 不管他是真配合还是假配合 现在就送过来 必可 现在就需要这样的融合病毒的人 到时候就能大批量的生产之强大的基因 还有 将这个小队长升为大队长 以后没用的人 全部拉出去感染病毒 没死的带回来研究 死了的就地火化 好的总经理 我马上去办 这次你做得很不错 我会像高层说的 谢谢总经理栽培 饥饿的亲妈把儿子做成了食物 爷爷奶奶不但没有生气 而是开心地吃了起来 没有食物的人 居然想边拉边吃来解决饥饿 而眼前这个男人堪比了矮 一次就要找三个小姐姐为爱鼓掌 只因她出现了变种体质 不再惧怕夹杂着丧失病毒的鱼血 这种身体素质 我都羡慕 等实验稳定 自己也要注射一下 你经理这么晚干什么 接到紧急通知 要现在就出发 就不能等到明天早上吧 这些女人玩腻了 给我换一批 经理呵呵一笑 直接拿出一把注射器 直接给她来了一下 蓝色的液体 直接打入思聪的体内 后者顿时想发火 确敢受到一股晕眩袭来 双眼一番就倒了 这公司研发的麻醉剂 真是太厉害了 连思聪这种人也能瞬间麻醉 将它送到直升机上 每一个小时注射一次麻醉剂 看来这次 我不只是带醉立功 而且是大功一件 到时候公司应该会给我 更多的权限 很快 三个城市的代理人 就收到了经理的命名 无用置人 不用射杀 让他们感染病毒 这无疑是残忍 一枪没有痛苦 但感染丧失病毒 会有长达两分半的折磨 这种折磨 对于当事人来说 每一秒都是煎熬 第二天 城市之中 时不时响起惨痛的喊叫声 甚至在一些和平小区里 老人们齐刷刷 被赶到了雪花之下 痛苦挣扎死亡之后被火化 而子女们痛苦流涕 千辛万苦保护父母到现在 而这所谓的救援队 缺要了父母 各个地方都在上演悲痛的惨剧 突然 一辆救援车 撞在了落花袋的大树上 冒出了白色的烟雾 我身边的孙婷双眼一举 透视眼瞬间开启 开车的是一个女人 气囊没有弹出来 她晕过去了 我只是呕了一声 没有再说什么 没想到孙婷补充道 长得还挺好看的 哎呀 我都跟你说过了 我不是那种人 还不快去救她上来 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开车的正是千儿 她原本计划 就是安排一场车祸现场 唯一的意外 就是气囊没弹出来 她真的被撞晕过去 孙婷的透视眼检查了一下 确认没有危险 而且发现她还是个主 进屋后的千儿 露出惊讶的眼神 这倒不是庄大 毕竟一屋子的角色美人 谁看了都是这个表情 看来那些失踪的女人 全部在她的身边 真是好色的男人 不过作为以前的外卖员 现在恐怕是她的人生巅峰 你好 我叫铁柱 你好 我家周倩 你是救援队的吗 怎么开的救援队的车 那些人根本就不是救援队 我们小区一直都很安稳 但他们一来 直接就把老人退出去送死 我把带头反抗 还抢了一辆车让我跑 可是我爸妈 全部都被他们杀了 现在的救援队 跟以前不一样 你也不要太难过来 谁知道切儿又哭泣了起来 目的也是让我怜悯 可是她越哭声音越大 听到女孩子哭 心里就烦躁 甚至手已经要控制不住了 毕竟不同气氛之下的哭泣 感受不同 能不能不要哭了 哭能解决问题吗 如果能 莫是所有人都能把眼泪给哭干 然而切儿却听成了我的安慰 哭声不但没响 甚至越来越大了 这让众人目瞪口白 没想到她还来劲了 啪的一声 这一巴掌顿时让哭声停了下来 众女感觉好爽啊 然而切儿直接被打猛了 捂着脸颊看向我 不得不说 切儿的思维还停留在莫是之前 怎么突然打我了 不应该心疼我才对吗 如此美丽的女孩子 你怎么能下得去手 你还是不是男人呀 不好意思 你哭得我有点心烦 切儿无法理解 心想只要自己转身就走 你自己的美貌 她肯定会挽留自己 不是 我救了你 你就这么走来啊 一句谢谢都没有 安白感觉这画面似曾相识 拍了拍身边的叶轻衣 我记得你那天也是这样的 我随即用意念控制住了切儿 她顿时感觉全身像压了一块千斤 这就是融合了病毒后的力量吗 果然好强 玛丽根本就不是对手 求你 不要杀我 你要对我做什么都可以 剑强硬的不行 切儿改变策略 开始卖可怜 她觉得只要给自己一次机会 就能将我制服 这些女人自然不是自己的对手 你可真够贱的 刚刚还一身正气 现在就能让我随便玩弄 公司倒是很大法 知道我喜欢美人 直接送上门 这份大礼我领了 你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 不得不说 你居然把东西藏在了那么秘密的地方 佩服 切儿的脸色顿时僵硬 如此隐蔽的地方不应该有人知道 要知道孙婷可是有着人体的透视能力 那双眼眸跟扫描机器似的 要不你告诉我公司总部在哪里 我放了你如何 切儿不说话 心里知道 自己凶多吉少 直接咬碎藏在牙齿里的巨骨 哟 想自我了断了 那可不行啊 公司送来的礼物我都还没拆封呢 说完 一阵蓝光之后 伤势直接全意 停停 把她藏的东西拔出来 免得等下被推到肠子里去了 看着一小只带有味道的麻醉剂 这应该就是给我准备的 我喊来了几天 直接被切儿进去了骨头 同主看 凄凉的声音显彻整个房屋 看着四肢出现不同的歪曲 更让人毛骨悚然 我直接给总经理打去了视频 当看到切儿此时的模样更是震惊 总经理脸色恍惚 没想到从没失败过的切儿 这次居然失败了 你就是他的上司 戴着面具不敢以真面目示人 送货 老板 我很满意 下次多送来几个 你有什么要求才能放了他 放了也行 要不你来换他 切你等着 我一定会帮你报仇的 总经理的抛弃让切儿没说话 只是流出了两行热泪 这有什么好哭的 这是末世常态 被抛弃不是很正常吗 我伸手将切儿的伤给治疗好 这让切儿感到意外 手脚好了 切儿顿时感觉自己还能完成任务 然而这个想法才冒出来 顿时惨叫一声 自己的手又被掰断 不好意思 有点兴奋了 我给你治好 绝望和恐惧充斥了他的内心 如果初老师一晚上运动时初级 那妖切儿已经达到了终极 看着这不配合的切儿 我用异能控制住他的身体 异能发动 直接被我压扁 切儿当场有份心 是降临 规则破碎 曾经微不足道的一瓶水 如今竟能换得十个绝世美 一片普通的面包 就能换来一栋金碧辉煌的别墅 而我 却意外地获得了一个 逆天感情的无限物自信 想要什么来什么 我缓缓落在了切儿身边 看着已经没了呼吸的切儿 伸出水 直接一个治疗术 发现治疗术只能对活人有效 我打开战神系统 翻阅面板 果然有他的面板 右下角有一个复活按键 消耗一个技能 复活当前人物 冷却时间24小时 那就用一个垃圾技能复活他吧 复活吧 我的爱人 一个深呼吸 切儿那涣散的双眸变得明亮起来 当看见我站在旁边 切儿猛了 他也死了 不不 自己怎么又活了 我露出一丝憨笑 我带着他朝着上方阳台飞去 又是同样的威胁 让我们继续刚刚的聊天吧 恐惧 此时的切儿感觉自己被无限的恐惧包裹 像要窒息一样 从刚刚切儿就明白一个道理 自己就算死了 也能被他给救活 连死的念头都给断了 还有什么好挣扎的 我愿意 我都还没说要你干什么 你就说愿意 不管让我做什么 我都愿意 我说 我什么都说 公司总部 总经理坐立不安 无法想象切儿落到那种人手里会说出什么 边上站着一个魁梧的男人 神色严肃 双目散发着凶寒 这个男人就是他们以前的教官余虹 倩被俘虏了 对方是和病毒融合的人 本想让倩将他带回来进行研究 但现在有了另外的实验题 有他无他 已经无关紧要 我需要你派人去把他解决掉 普通人击杀融合病毒的人恐怕很难 之前的视频我也看了 他轻而易举就灭掉了一个小队 恐怕不是简单的融合病毒 你是没把握 还是说派派了 那倒不是 只是想申请一下实战实验 担心书呆子需要数据 好 我会去申请的 那我就去做准备了 对了 不是还有两个重要的人吗 如果进行实战实验 我可管不了他们的生死 死活不重要 昆提带回来就行 注射基因之后 他们只会被撕碎 我的人可没工夫给你去拼凑昆提 你要确保 所有实验体 不能离开那家酒店 酒店里的我还不知道 总经理已经下达死亡命令 但我还要感谢一下公司 无条件送来这么一个美人 甚至都不需要培训就能直接上岗 简直就是样样精通 我还给起了外号 绝我钱 介绍一下你们公司的发展史 他们怎么知道这次的灾难 提前做了准备 不只是我想知道 其他人也很想知道 对不起 我只是负责清除一些不听话的人 公司高层的秘密 我并不知道 虽然我不是很肯定 但公司所派遣的暗杀任务 我觉得是想对整个世界重新洗牌 但如今的发展 却脱离了公司的掌控 在灾难之前的几天 我接到一个刺杀任务 是公司下的一家生物科技公司 其中一个教授 似乎想揭发公司的事情 被我杀了 你不要告诉我 你杀的这个教授姓楚吧 楚柳娇躊一颤 缓缓看向倩尔 而倩尔没有说话 那就等于默认了 和和和 这下就有意思了 你杀了他爸 这是大了 楚柳双目通红看着倩尔 恨不得要将倩尔给吞了 倩尔能感受到 楚柳带来的杀意 但走到这一步 自己也不会任人宰割 报仇先放放 继续之前的话题 你的意思是 原本公司只想制造灾难 却没想到病毒变异 会出现丧失事吧 其实这种极寒的天气 也不在预计之内 你拿什么公司啊 也太不靠谱了吧 自己搞的东西 结果连自己都控制不住 但现在这种情况 对于公司来说 并不是一件坏事 他们想控制全世界 而不是洗牌那么简单 你知道的还挺多的吗 我只是推测 并没有证据 那你推测一下 公司抓他们俩干什么 应该关于疫苗 现在公司研制的疫苗 只是半成品 如果不是楚教授 恐怕连这个半成品都没有 然而另外一半 应该是在楚柳身上 哦 原来如此 那陆雨蝶呢 他爸是反抗公司的人 抓他 主要目的是危险 最后一个问题 你觉得公司接下来 会怎么对我 以他的性格 会派出公司最强的人 来解决你 太好了 真想看看 这人到底有多强 你难道不是最强的吗 我其实不算最强 在我之上 还有一个教官 他比我厉害许多 在他手底下 也有挤得很能打的 我是因为颜值好 才会派来执行这次任务 结果跑来发现 原来是个隐藏终极 直接翻成 甚至还变成身边的小奴了 而且他身材好 身体的柔韧性高 我都能掰成三百度 据爽 我不信 除非让我掰一下 我将几人 全部分成了两组 一组组长是孙婷 毕竟实力和备准排在那里 这边我给倩儿 配备了一个蓝色战奖 白影集战奖 因为楚柳要报仇 和倩儿公平决斗 我给他们二人 设置了呼唤 两人前往废墟 没有寒暄 冲过来的楚柳发出嘶吼声 定要为父报仇 一番打斗众人都看了他 胡老师是凭借装备 优势的 没有一点 没有 两女最后都是两败俱伤 纷纷倒逼不起 我一个治疗术 先将楚柳进行 当楚柳看见旁边躺着的倩儿 询问得知是自己嘎了他 激动的他高声呐喊 大仇得报 你大仇已报 这是就算翻篇了 嗯 好的 紧接着我一个治疗术 顿时在倩儿身体上站了 呼气的楚柳人都傻了 倩儿顿时一个深呼吸 坐起身来 我要杀了你 刚刚还说翻篇 也不能这么快变脸 无聊 你能伤到他 不是因为他弱 而是因为你是S级战兆 他是A级的机甲 想要报仇 就好好跟他学习 到时候会给你们两个 最公平的生死战 不偏袒任何一个 好了 你们二组的组长就是倩儿了 完成任务后的奖励 就是传授特殊本领 特殊本领 大家现在都是有目共睹的 感觉不叫特殊本领 应该叫无敌的本领 陆宇蝶和谢明月两人 写的承诺不语 毕竟他们还没有被传授特殊本领 我安排倩儿 对所有人进行严苛的培训训练 陆宇蝶和谢明月你俩 李总 都好了 就不能让我安稳两分半吗 不好了不好了 就没点好消息吗 比如电力马上恢复 通讯马上恢复 人额都安排去抢修了吗 李总 比起恢复这些 刚刚有一个小队被灭了 什么 又是哪个小区 一个小队执行任务中 按照管理解决年纪大的 其中就发生了证职 一个男人被退到了学里 但他没死 凶和了病毒降小队的人击杀 你们不会打死他们 等着被杀吗 从现场队员传回的消息 那个男人很聪明 撞死 都是被偷袭的 让所有出任务的小队都回来 装备麻醉剂再出去 还有 不要再把人推到学里去了 就地割杀 色和总经理汇报完这边的情况 得知公司已经派了大人物来这边做实验 前几天刚来个你的 今天又要来 真特么烦 下午六点 两架涂装的运输直升机稳稳降落 你好 我是云海的负责人 我叫 叫什么我没兴趣知道 人已经准备好了没有 麻辣隔壁 一个个狗眼看人帝 按照分布 人已经准备好了 都是年轻壮士的男人 来到旁边的库房 十个男人四肢被皮带绑在床上 嘴巴也被胶带封住 看见有人进来 嗯 大喊 没过多久 外面又响起了一阵螺旋桨的声音 随着直升机降落 总经理那道倩影出现 李正明双目一亮 以为这个公司是个娱乐公司 全是博色天香的女人 李正明一听于红说出口经理这三个字 差点没直接跪在地上 高层很看重这次实验 我得来现场监督 难道是不放心我吗 是不放心其他人 你有把握吗 解决到酒店里的所有人吗 你应该对公司有信心 注射基因后 他们就像米国队长 对 那可要比融合病毒的人强 那个叫丁冲的各项数据 我看了 实力差点意思 甚至能控制 如果我的基因战士能控制自己 那将是一个无敌的存在 另外为了方便控制 我还给他们投资安装 炸弹 总经理输了口气 这种安排很好 免得实验体跑得出去 一个小时后 只见于红拿出一个黑色箱子 箱子里是十只红色 针迹整齐摆在里 给人的感觉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于红拿出一只 目光盯着那红色叶底 如果真能控制基因战士 那么我们将控制整个世界 夜晚我接到了总经理的电话 怎么 你打算什么时候把自己打包送过来 给你送的包裹已经在路上了 希望你能喜欢 好好珍惜你接下来的每一分钟 不呼吸几下 机会我已经给过你了 这女人口气是真的不小 还嫌给我打了一通死亡电话 主人 有一辆车冲过来了 还有一架直升机朝着这边飞来 车里都是被绑着的男人 过日重生 我获得无线系统 背后的基因电视 是基因怪物来袭击我 却没想到 这是公司想在这里放基因实验体 哦 实验体很厉害 如果是以前的我 很厉害 但按照现在的我 不堪一计 你来杀我 我欢迎 那你搞得我住的地方臭气熏天 那我只能坐在你公司里 快拉手 拉手 拉手 但不管驾驶员 拉手 头顶就像压着一个伤 看着越来越靠近地面 直升机里的人面如死 怎么会这样 无所谓 血已经洒进去了 这些基因怪物 自然会朝着目标冲过去 别再让我失望了 随着迂谱 按下按钮 十个男人整个面部 因为膨胀四分五分 相互 让人激怒 精英怪物发出 跑车上 在这空荡荡的酒店里 显得格外的 公司各位高层 现在由我来为大家介绍 一号实验品 屏幕里的一号实验品 如行速度极快 但由于黑暗的环境 画面都是那种夜视仪的状态 加上又是卫星传输 所以偶尔会出现一顿一顿 画面也不是高清 但至少还是能稍微看清 刷 只见一道珠网袭来 李灵儿直接消失在原地 这就是公司研究出来的怪物嘛 太耳心了吧 却不能正常一点嘛 康康 怎么了 是不是错觉 你可真冷心 李灵儿 一指冲动就能发动 基因怪物瞬间瓦解 总经理人想到 他们现在送来的怪物 已经变成了别人获得积分的工具 实在抱歉 实验体不稳定 自身出现了问题 请看暗号实验体 这是比较成熟的张 只要不是致命的伤就能再生 其敏锐能力也是相当的强悍 加上极快的速度 在敌人还没反应过来 就能将其击杀 希望你别再出错了 楚老师慢慢走在漆黑的走路上 胸口积攒着满腔的怒骨 对于今天没把欠儿解决掉的愤怒 甚至还要向他学习 突然出现的危机 让他特地使用出了刚学会的团队梯 又是一致安静 蚝狼里 蟑螂基因人被楚柳一脚踢爆了脑 根本就不需要召唤出神作 完全凭着肉体力量 就能将这些基因怪物谋杀了 这下压力给到基因人这里 开局就损失两个实验体 总经理的脸色已经差到了几点 都不知道怎么交差 全都莫名其妙没了 酒店里不是只有铁柱融合了病毒吗 据情报显示 是的 刚刚明明出现了女人的声音 你别告诉我铁柱是个女的 我看你怎么跟董事会交代 各位领导二号实验体的信号 出现了一点情况 但没关系 三号实验体是成熟版本 狼人在之前的几次实验之中都很成功 不会出现突然死亡的情况 突然 一道嘻嘻嘻的声音 从麦克风里响起 顿时让人起了鸡皮疙瘩 随着三号实验体 随着声音靠近 那恐怖的怪异笑声越来越大 嘻嘻 我们去杀人好不好 只见走廊上坐着一个人影 双手似乎摆弄着一个玩偶 于红仿佛已经看见狼人扑过去 将这个弱小的女人给撕成碎片 这样才能洗刷之前的耻辱 姐姐姐 我找到你了 嘿嘿嘿 画面中人影居然朝着狼人扑了 狼人那粗壮的手臂直接挥过去 但居然被 直接摔到了地上 肉肉 我最喜欢吃肉肉了 嘿嘿 给你做的围巾 一定要好好戴上哦 姐姐姐 跟这些怪物比起来 自己的基因人简直都是小可爱 堂堂基因狼人 被娜娜直接折磨亡 只要看到这个画面的 都会在心里大喊 这哪是人啊 比基因人还基因人 监控室里静悄悄的 总经理和于红瞪大着双目 充斥着惊骇之色 画面直击心灵 我再问你一遍 就只有铁柱融合了病毒吗 我不知道 你现在跟我说 不知道 派出十个就是针对铁柱这个例外 但如果还有其他的 那肯定要在这个基础上翻十倍 这样才能保证击杀 总经理也很猛 按道理来说不可能的呀 难道跟着铁柱的那些女人 铁融合的病毒 哪有这么巧的事情 于红只能赶紧想借口 连续三个实验体阵亡 刀层都会动目 研究这么久 就研究了这些垃圾 就在此时 四到九号实验体 在三秒之内 全部没了信号 画面里面甚至都没看见 不知道那个酒店里 到底隐藏什么怪物 画面中 只剩下十号实验体 也是唯一一个 没加入动物基因的组 公司各位高层 今天的实验 恐怕出现了意外情况 之前的单独实验 绝对不是这样 估计是药剂的问题 然而这种话 高层怎么会相信 作为公司安保部的部长 居然出现这么大的失误 这个位子恐怕就做不了了 鱼虹面如死灰 明明是表演秀 却变成了谢慕秀 突然 十号实验体画面 再次出现了一个人 这将大家的注意力 吸引了过去 而十号实验体 居然笔直朝着人影走去 这让大家一头雾水 不是说很残暴吗 攻击方式呢 更让大家没想到的是 十号实验体 居然站在人影身边 就不动了 没有任何的动作 然而这些人看不到的是 此时的十号实验体 面目猙獰 肌肉上的血管 仿佛要爆炸 想挥手却没办法 而且它也不是走过来的 而是飘过来的 就该换我成进攻方 现在开始计时 残好了 被我抓到 就要死 瞬间 画面消失 一位十号实验体 化成了粉圈 连摄像头都成了鸡粉 总经理瞳孔 顿时缩下 大口喘息 浑然不知后背 已经被老汉打尸 没有任何的迟疑 快速向外走去 明天我要看到你的辞职心 看着总经理的离屈 看着一条条人性 忍不住低笑了起来 领导 我现在能做点什么吗 找个女人来让我玩玩 李正明目光一亮 自己养的那些小明星 终于派上用场了 只要把这个领导服务好 以后加关静觉不再画下 于红看了看手表 还有四分钟 应该差不多了 这时只见一个 穿着丝袜加小短裙的 三线明星 海着高跟鞋小跑过来 李正明告诉他以后 你自己能不能吃香喝辣 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 小明星何尝不知道 以前又不是没陪过老板 当时也是为了资源 而现在依然如此 对于自己来说 丝毫没有辩护 还有两分半钟 干净吧 直升机上 总经理时不时看一下时间 虽然已经飞了很远 但是心里砰砰跳得厉害 快点 再快点 再快点 你听不懂吗 总经理 已经是最快的速度 总经理仿佛破防了四 从来都是他主宰别人的生命 突然一下互换过来 那种恐惧仿佛 就像第一次面对公司 随着最后一秒过了 总经理看向窗户外 除了漫天的雪花 就没有其他的东西 就算再强 也不可能飞过来吧 末日降临 我疼了十万枚 上集说到我解决了公司派来的基因员 派孙去抓 经理 让你藏起来 你居然跑了 但你没想到吧 也会飞 只见孙婷拉着总经理飞了出去 回头双眼居然爆出 直升机直接爆炸 放心 一会你会有一个终身难忘的夜晚 美女 哪个小队的 有空跟哥们喝杯茶 教你一下漠视规矩 那就让我来教你们一个单词 对 跟他两队的女人们嘎嘎乱杀 顿时 整个桂龙院里响起了警报声 很明显大门是有监控设备 李正明听到这密集的枪声 也是吓了一跳 赶紧去提醒 当打开门 李正明都愣了 自己的小明星趴在那双目圆针嘎了 脖子上一圈通红 那个领导我们遭到了不明身份的人进攻 给老子滚 杀了我的人 居然还让我滚 有本事你再说一句 看老子不出你压的 这时听到两声巨大的爆炸 两架正要起飞的直升机 意识到大势不好的李正明出门刚要跑 以后让他来了一个黑虎掏心 门缓缓的推开 我双手插都走来 你就是铁柱 你是如何从一个送外卖的演变成这样 送外卖怎么了 看不起我 哈哈哈哈那倒不是 在我眼里你就是阻碍人类延续的障碍 必须清除 你们这些大人物就这么喜欢给人扣帽子 打着救援的旗号 将人推到大雪里 美其名曰节约物资 不过就是杀掉对你们无用的人吧 难道不应该吗 如今天寒地动物资难寻 难道要将宝贵的物资分配给那些无用的人 想到你还有这种想法 天真可笑 每当灾难来临的时候 都会有一群人站出来抵抗灾难 而你们却妄图控制所有人 我们是有思想的人 不是牛马也不是你们公司随意摆布的工具 你真是对公司一无所知 其实你对我也一无所知 人类对力量的追求从来没停止过也不会停止 你确实强 但对上我你毫无胜算 说完 余虹直接拿起十支药剂注射到身体里 浩强 浩强的力量 这就是我毕生追求的力量 只见余虹整个被炸开 森白的脊椎骨碗如尖刺一般生长 皮肤上渐渐浮现出灵甲状物质 一双手更是延伸而出 更像是军马履变身 你变身就变身 能不能不要变得如此的恶心 你们可真是个变态的公司 正要发动最猛烈进攻的余虹 却被我打得一个响指在你 飞跃起来的余虹一下停顿 身躯再次鼓掌 碎裂一地 主人 人带来了 你真以为躲在屏幕后面 我就拿你没办法吗 跟公司不会放过你的 相比起逃跑的你 我更欣赏刚刚那个 给自己来几针 为公司鞠躬尽瘁 什么 约红居然死了 甚至注射了那么多针 都没办法打败他 怎么可能 当总经理看到切尔后 疯狂给切尔碍事 见切尔没有说话 经理大喊 切尔你还在干什么 杀了他 然而切尔只是站在原地 没说话 仿佛根本就没听到 我把枪递给了切尔 事宜让他解决了总经理 这一幕 孙婷 安排 叶清一太了解了 这就是主人的一场测试 准确的来说 主人的测试 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 但这次似乎有点不同 这个女人还很有姿色 按照主人的性格 不应该拿着皮鞭 进行一连串的教导吗 让他改邪归正 从此走上光明大道 一番痛苦挣扎的切尔 说了句对不起后 护开了枪 看着切尔的身体缓缓倒下 这个举动 更是让所有人都没想到 我将手枪丢给总经理 他为了你死了两次 你要是还有点凉线 就下去陪他吧 接过枪的总经理 怒怒言诚 看着我 直接对我惊惊了他 但总经理却看见子弹 全部悬浮在我的面前 给你机会 你不中用了 我朝着一颗弹头伸出食指 一弹 总经理直接涌睡 离开之前 夜夜夜 随着爆炸声响起 贵龙院化为一片火 两个半小时后 一架直升机降落在贵龙院 随着舱门打开 一个披着貂皮大衣的男人跳下 长相英俊身材挺拔 他叫问成 代号太子 报告 发现余波的胸牌 余若你老师就算今天晚上不死 公司也不会让他好过 搞了那么久的实验 结果全部寄了 还说出那么可笑的借口 余若握紧双拳 余红不只是老师 也是父亲 虽然不是亲生的 但也是被余红从小带大 报告太子 这边发现了一具烧焦的 通过DNA比对 正式总经理 这时候又从远处 飞来一架飞机 悬停在上空 只见一道人影 直接从心 人头呢 人已经不在酒店 估计是害怕被包袱跑掉了 太子 如今需要新的任命 云海也需要新的负责人 这些事情还需要你来定夺 只要这个凶手活着 那就逃不过公司的追踪 铁柱 你最好给我藏好了 别让我找到你 我必要报你 我必要报你 赶我女人的仇 博士将领 儿子和儿子 不把青爹推到毒物中自身附近 然而老爹却让他没死 甚至拥有了恐怖的力 苏瑞巴 你的皇帝回来了 所以老头子回去了青春 让儿媳体验一下什么叫老大一种 次日清晨 一道阳光破开乌云照射在被大雪覆盖的城市 雪停了 在人们的眼里 这就像一道希望的曙光 一辆辆救援车开始在城市街道上穿梭 这更加让人们相信这末世一般的灾难将变去过去 我用女武神系 我切儿后决定要去平高市 李灵儿也想去报仇 在我一家后的不参 云海市有一个区恢复了电力 云海新的负责人下达了新的命令 就以这个区为中心 修建高墙抵御丧尸来袭 此时的平高市 确实生活系统都是正常运作 一个女孩被带到了这里 坐在中间的就是龙哥 名叫龙义 而旁边两个男人夏子云也知道 是龙哥的左膀右臂 一个军师擅长计谋 一个跟龙哥一样拥有超强力量 与跟血斗铃不死的存在 老二别流口水了 这个妞就让给你了 女子听后顿时被恐惧不满了全身 因为这老二有严重暴力倾向 这身材还不错 我喜欢 小浪蹄子嫌弃我 上一个已经做成包子被你们给吃了 而你就是下一个 说完一把拽住女子朝着房间走去 夏子云哀求地看着龙哥 而龙哥却是一脸微笑 龙哥 龙哥 我认识李灵儿 大明星李灵儿 他是我发小 龙哥一愣 万全也愣了一下 他正在来的路上 很快就到了 龙哥 是大明星李灵儿啊 你难道不想要这样的女人吗 万全 等一下 你要怎么证明 你认识大明星李灵儿 我手机里有很多合照 还有视频 龙哥你信我是真的 行 看来是真的 如果我看不到李灵儿 你的下场要比现在惨一百倍 龙哥你放心好了 我绝对不会骗你的 此时的万全 虽想表达女人被罗的不满 但自己的力量没有龙哥巧 也只能忍气吞声 这几天你就住我这里 想吃什么自己呢 也可以去洗澡 但如果你敢骗我 我会让你不想在这个世上活着 我们一行人到达后 李灵儿通过发小得知 是一个叫龙哥的人 替自己抱了头 应该去见一下 众人提醒李灵儿 可能这个发小有问题 就叫了倩儿陪他一起去 这边龙哥得知李灵儿 马上要来大为高兴 在火锅店摆了一张桌子 一叠叠的肉食被端上桌子 也只能看见一盘青菜 众人看着那一盘盘的肉 分立物在嘴里形成 不停地咽口鼠 随着李灵儿和倩儿下车 小弟们已经要绷不住 明明这么两天 却感觉到热血沸腾 小弟们的表情 就像被定格了一把 那双眼睛完全被吸引住 一斗一步开了 因为墨士从来没见过 如此干净的角色人 这等角色美女 腿都比我命长 要是能玩以下 让我死我也愿意 万万没想到啊 有如此的美人 居然还是买一送一 看来晚上能三人一起唱跳了 此时全场最清醒的恐怕就是军师了 这么漂亮的女人 居然来到了平高市 甚至赶前来赴约 以前也许有这么傻的女人 但如今末世已经经过了快三个月 能活到现在都是聪明人 也许他们跟龙哥一样 龙哥 小心点 放心 我心里有数 敞开天窗说亮话 病毒对我没用 反而增强了我的力量 居然能直接说出来 看来是对自己的力量很有自信 就是不知道到底有多强呢 我都坦诚了 两位也没必要再装了吧 两位能穿过雪地来到这里 应该也不怕病毒 而且跟我一样 获得了力量 龙哥你很聪明 我们确实融合了病毒 融合病毒 这个说法可以我比较喜欢 想想那天晚上 我搬砖加班回家 刚好就碰到下雨 最终我还是被淋到了 那种烧心之痛 现在都忘不了 全身仿佛都要爆炸 但好在 这种情况只持续了三十秒 我就恢复正常了 一开始没当回事 但很快就发现不对劲 就像神赐予了我的力量 让我干一番大事业 听到这里 李灵儿算是明白了 原来是想拉自己入伙 两位 有没有兴趣加入我的阵营 这一个小城市 都出了三个能和病毒融合的人 大城市起码也有三十个吧 到时候有个照应 还是先解决一下 我的好发想 为什么出骂我吧 一块面包 就能让女神坦诚相见 一瓶水就能换十个笑话 毛绒鱼 到我胯下来 否则死 聽到ー 只见夏子雨瞬间全身都被冰冻 只剩下一个头脑活动 我只给你一次机会 把事情原由说明吧 都是容易 是他威胁我的 如果不把灵儿你带过来 他就要把我做成肉包子 放你妈狗屁 你个贱人 你是自作主张把他引过来 还让我演绎出帮他报仇的戏码 如果我记得没错 当时我去你那的时候 你可是跟着那个混混住在一起 你居然跟上我父母的人住在一起 灵儿 我没有 我发誓 我绝对没有杀你父母 我 我就是告诉了你家的密码 然后我什么都不知道 灵儿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求求你不要杀我 面对真相夏子雨毫无悔 只是不断求饶 但李灵儿没有给他任何计划 我 我知道我罪不可赦 但我真的不想死啊 我给你们做牛做马好不好 姑奶奶求求你们了 我把所有物资都给你们 只要不杀我 我什么都愿意 下辈子再说吧 看着其他一行人两女一个也没有留 彻底清空了这个无恶不作的基地 无恶不作的基地 此时的乌炎势力的病毒融合人并没有分成两派争斗 而是被一个八十岁的老头召集在一起 最开始只有四个 而现在病毒融合人达到了八人 他就是这个团队的老大成大夫 自称爷爷 灾难开始他一直跟着儿子儿媳住在一起 但随着食物的消耗 家庭已经负担不起他这个劳 亲手被儿子和儿媳推到了鱼 那是一种世上最痛苦的 然而老天却让他没死 甚至拥有了苦苦的力 所以老头召集杀了儿子 让儿媳体验一下什么叫老当义庄 这八个人全部都是末世之中的弱势群 边缘人如果不是融合病毒 那么只有死 末世给了他们一个机会 他们直接化身成了地狱恶魔 老杨还剩下几个小区 他叫杨福宗独自居住 他被自己小区里的人排挤被赶进狱里 而自己却得到重生 被程大福救了 爷爷 除了这个小区 还剩下一个小区 无言是基本上也没什么人了 希望这两个小区能产生出一个 是啊 这一能者产出概率实在太低了 无所谓 严从文跟那个小屁还已经去高屏了 如果他们不愿意进入我的团队 小屁还会把他们都杀了 到时候再在高屏市进行筛选 爷爷 那公司那边又如何回复 先调着 我辛辛苦苦组建的团队 可不能白白给他们服务 爷爷 人都聚集好了 他叫爷爷 因为是个诸物 灾难前就受到不少的命 灾难后更是如此 最后被逼得走投无路跳进了 而他现在也给自己起了个外号 叫哥布林 还是那个玩游戏的阿瑞斯建议 一开始尤亮还不懂什么意思 但之后明白了 尤亮突然有了一个梦想 让整个城市的女人都怀上他的主 打造出属于哥布林的世界 哟 这不是练习两年半的哥布林吗 他叫沈仙利 身材也是很哇塞 每天在酒吧里陪富二代玩手 这就是他的工作 只要给红包就行 只要够厚 过夜也行 末世后他却最喜欢切男人的二弟 因为他在末世差点被嘎掉 男人 没有一个是好东西 那肮脏的东西都要切掉 只见尤亮带着贪婪的目光 看向沈仙利 这女人够骚 但打不过她 公司的重心都在大城市 我们就能在小城市进行发展 找出更多融合病毒的人 或许可以在南方建立根据地 老杨 我们都想到一块去了 反正这些人最后都会死 还不如给我做出点贡献 末世就该强者生存 弱者不配存货 把他们所有人都推进学里 过去降门 男人不惜把几万人推入独义中 只为找到免疫丧尸病毒的疫苗 微微挤幼 在得知我的疫苗后 男人派人前来抓捕我 却不要派来抓我 而我顺着杀手留下的线索 一路追到了 此时只见两个人引快所 很快就抵达楼 应该就是他们了 真是一群蠢货 这些死掉的人到时候全部都会变成丧尸的 组长虽然是蠢了一些 但也是一股不小的力量 也让公司的那些人抢在前面了 这些垃圾 也只有公司才看得上 这时只见天上掉落下两人 程大夫众人看去 发现是他派过去的两人早已没了呼吸 此时三道人引缓缓朝着前方走来 我靠这两个女人真特喵的好看 那个女人长得好像李灵儿 但比李灵儿似乎还要好看一些 今天倒是转了 原本以为没有任何收获 如今送两个上门 我选左边那个腿长的 那我就选右边公主行 皮肤摆得像豆腐似的 不知道捏一下冒水布 都给我闭嘴 老杨你去问问 他们到底是谁 他给我的感觉很黑线 你们是谁 为何来我们的地盘 我是谁 我是来杀你们的人 后生 好狂的口气 三个人想杀六个 你还觉得优势在你 小子 你以为我们跟那两个菜逼一样 这么送上门来 是你这辈子做的最后的决定 这两个女人叔叔给你养着 看来 此人能力一般 他根本不知道游亮飞的不是直线 而是会拐个弯曲划破他的脖子 还 还以为是很强的人 也就如此而已 搞得气场那么足 结果战五渣 小子 去死了 只见刚要施展死亡飘逸的油亮 却不够控制的向着我手中的刀飞来 怎么会这样 不 不 不 这个矮琢琼真是个废物 也只是欺负一下普通人 组长 难道是公司派杀手了 可能只有公司才能培养出来这样的人吧 组长 但我觉得那个矮子好像被控制了一样 从情报上来看 那个矮子的实力不弱 但也不至于朝着刀下撞 恐怕刚刚刹那间 发生了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所有人不要轻敌 这小子有点邪门 这时只见沈仙丽扭着疯满的臀微微的走过来 自己的容貌在漠是没有哪个男人能拒绝我 只要让我近了身 你必死在我的刀下 看我一抹笑意毫无防备的样子 他娇曲瞬间化为一道残影 手中的短刀刺激有料 就在他以为自己的速度堪逼是殿下没人能看见他时 只见我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 怎么可能 他怎么可能捕捉到自己的速度 随着力量传来 他身体不由自主地朝着我的怀里靠去 被我一把抱住 腰狠歇 胸有点假 哥哥 假不假 事事不就知道了 一对假货而已 就没必要试了 说完 他藏在手心的小刀朝着我的脑 怎么可能 刚刚明明已经划过去了 为什么他没死 相比起你羞答答的模样 我更喜欢你现在这个表情 随着我的发力审视力感觉 恐怖的惨叫声响之夜 咔嚓咔嚓的嘴唐断裂声音 传出他直接断裂了两间 既然你们想杀我 给你们的机会 那就一起来吧 一起上 先解决这个男人 那就让我试试 医师学 通先斩杀 一瞬间 四人只剩成大武一人 我们是公司的人 杀了我公司 不会放过你的 这事还跟公司有关 原来你也知道公司 那你应该也知道公司的手段 好 主人要去找公司吗 如果猜的没错 应该是在审查 先处理一下房顶上 两只偷偷摸摸的老鼠 我的戏 可不是什么人都能白看的 楼顶上的两人 知道自己暴露方案 却被一股巨大的犀利拉扯过来 那种让人窒息的气场 顿时让两人呆愣在原地 看了这么久 有什么结论没有 你很强 再说废话 你们的下场跟他们一样 我们这次过来是为了找他们 因为他们在屋檐市滥杀无辜 我们来的目的就是制止他们的行为 但是你们突然出现 所以才在这里看看情况 不要误会 我再给你一次讲真话的机会 话刚落营 旁边的男人突然缓缓飘了起来 双手全部被无形的力量 他怎么知道我在说谎 我说 我说 我们是来招收他们的 抢在公司之前 但他们却被你解决掉了 明明就是来招人 却被你说成来为民除害 在我看来 你比他们更加虚伪 我和你拼了 看来你还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 在我面前 你们任何的势力都没有反抗的余地 你休想从我嘴里套出任何消息 要杀要寡随便 你 你要干什么 刚刚的交流上前 让我们深入交流一下 我背后的势力不会放过你 他们会为我们报仇的 我喜欢你这张嘴够硬 希望能一直硬下去 时间还早 我们去一趟省城 湖州最高的建筑原本是聚鼎集团的办公楼 而如今已经变成了曙光会的总部 在最顶层 原本的办公室已经改成了圣女的居住之地 在落地窗旁站着一道歉影 光光是看着那妖娆的体态就无法自拔 而那张容帽更加惊为天人 如果用铁柱的话来说 这已经是跟李灵儿一个档次 评分高达八十九的女人 一块饼干让笑花投怀送爆 一块面包就能让你们对大红大紫明星为所欲为 当我们回到李灵儿家时 发现房子去给别人给罢了 你们谁呀 乱按什么 小心我去曙光会告你们 让你们接受审判 大姐这是我的房子 你住我房子干什么 什么你的房子 这是曙光会发放的房子 只有为城市做出贡献的人才能住 你不会是原来的房主吧 呵呵赶紧去曙光会看看吧 现在的房子可不多了 不过你们俩长得这么好看 只要当狗 大把男人愿意收留你 我不知道什么叫曙光会 我只知道这是他的房子 你们马上滚还能饶你们一命 吆喝知道我老公是干什么的吗 曙光会执法组的 随便给你们安排一个罪名 就让你们死无全尸 送去当时艳体 此时只见他天不怕地不怕的儿子 听见我们争吵也拿着武器便冲了管 还抢到我家里来了 知道我爸是谁吗 老子弄死你们 老公啊 快来啊 你儿子被人杀了 你们是谁 敢杀我儿子 我是执法组的人 你们将受到圣女的责罚 面临曙光会的审判 我不认识你说的什么狗屁圣女 敢侮辱圣女 我跟你拼了 看来这个圣女有些手段 在这么短的时间 能让普通人为她义无反顾去死 这个圣女应该就是公司在湖州的代理人 相比起我们在云海的那两个 她的手段更加厉害 但她刚刚倒是给我出了好如意 侮辱圣女 随后我在外面打听得知 其实一开始并不是曙光会控制着城市 而是巨顶集团 那个圣女靠着美貌自称就是圣女 蛊惑了好多忠实信徒 甚至都不需要圣女说话 那些信徒跟疯子似的把巨顶给推翻 将湖州交给了圣女 而我帅气的外貌和气质 也被意外认成是公司上层来的领导 通过交谈得知 曙光会最有权力的职位有四个人 审判长是融合病毒的人 掌控执法组 湖州犯罪者都是得说的算 总督负责湖州的安全 他本人也是一个融合病毒的人 副会长管理湖州日常需求 分配物资等 会长管理他们三人 同样也是融合病毒的人 而圣女的优势 早期就拉拢了融合病毒者 推翻了巨顶集团 主管 刚刚那大哥到底什么来错啊 你傻 人家出手就是阮中华 毛子应该就是公司的人 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知道 这消息越传到后面就越离谱 啊 公司高层秘密来胡泽斯才工作 我去 他是公司最年轻的董事长 难怪这么嚣张 此时在圣女的身边 还趴着一个谄媚又虔诚的男人 他如同一条忠实的金马 想尽一切半岛讨好眼前的圣女 他就是公司住湖州的金马 公司已经派人来了 请圣女放心 有我在 公司不会阻碍到圣女的计划 如今公司换了总经理 这位太子可不像之前那个女人好应付 圣女在上 太子屈居楼椅 哪敢与圣女争辉 见识公司也将成为圣女回下的信徒 你去看看这个公司派来的人 是 还请圣女赏杯圣水 只见一个精美的瓶子放在金颖双手之中 里面是金黄色液体 还不快去 我可不想胡周发生动乱 是 遵命 看着金领一脸满足的离开 圣女露出轻烈之小 自己这张金是容貌 没有男人能抗拒 哪怕对方真是神 胡周只是开始 公司也迟早是我的囊中之物 所有的人将成为我的子民 神会赋予你们光明 而我将赐予你们希望 门外离开的金领意犹未尽 拿着手里的空瓶子猛吸启 你居然得到圣水 我为圣女排忧解难 得到圣水不是很正常吗 审判长 看着眼前这个娘娘枪的金领 假有后头牙都要碎 自己已经很久没喝圣水了 对了 听说你们七组的人都叛变了 跟了一个据说是从公司来的人 你在说什么 我当然是圣女最忠实的追随者 休要在这挑拨离间 走吧 圣女让咱俩见见这个神秘人 嘿 等你没用了第一个就宰了你 还有那个叫铁哥的 让我看看你是个什么来头 顾一会只见审判长 经理都来了 你就是负责胡州的经理 经理脸色巨变 看来这真是公司高层 对自己了如指掌 而且听他的语气 似乎是来问责的 不知道是公司哪位领导 突然来访我都没好好招待 公司招待我 你那总经理要是全下有之 你有如此胆量 多多少少要让你多管几个城市 只见经理顿时全身一脚 总经理的死可是绝密消息 一般人哪会知道 而自己也只告诉了圣女 看来她真的是公司的高层 不过你既然想招待我 给你个机会 叫你们的圣女亲自过来招待我 放肆 圣女岂是你能亵渎 哪怕你是公司的高层 亵渎圣女 刺 正要攻击的贾勇又还没碰到 就直接断掉 我的手没有了 日后怎么为圣女效力 圣女都会嫌弃我 主人让你死 那就没人能活 丢的医生 贾勇只看见两道红光虹 女人身头之间射 自己的双腿顿时被融化 你们是谁 我可是神选的审判长 杀我 你们会遭到审判 就算你们的圣女来了 都要带两条腿回去 领导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去让圣女招待你 走吧 我们开房去 告诉圣女 让她把屁股洗干净等着 看着我要走 经理顿时松了口气 以为放过了自己 然而一道力量在搏梗 咔嚓 经理脑袋向后垂下 此时的圣女还在等待经理的消息 但随着时间一秒一秒过去 圣女的心也跟着不安起来 咚咚咚 急促的敲门声响起 圣女 酒吧那边出大事了 什么事 整个执法组再加上鼓勇 连一个人都抓不到 执法组已经叛离了曙光辉 经理跟贾勇也被当场被杀掉 甚至还传出一句话 什么话 属下不敢说 你说 神会原谅你的 那位年轻人说 要让圣女你 洗干净决定挡她 其佑此理 召集所有人 我要开启审判大会 末日将你 我过得于圣女得知 手下的审判者 一个圣女大梦 叫来所有高层开会 今天晚上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 我希望你们能把这件事处理好 这是给你们的赏赐 能为这么漂亮的圣女做事 哪怕是让我们去铁马桶都行 圣女 我已经集结好了安保部的人员 一生命家 并将叛徒歼灭 愿为圣女抛弃一剑 必将拿下叛贼 会议结束后 副会长那辆曙光会 一二号车时 随着后排玻璃降下 净水从里面丢出来 正在绿化带里 第二天铁柱就看见一群人朝着一个方向跑去 哥们 你们急急忙忙去干什么 你还不知道啊 昨天晚上叛乱的人在早上全部被抓了 正在接受审判 铁柱跟着男人来到审判场 只见房屋正中央最大的VIP室 圣女隔窗而战 她头戴金色发官 手拿法杖 让她看起来神圣不可侵犯 看来中间那个就是圣女了 那就让我撕下你的伪装 当着你的子民拆穿你 此时开始了审判 一对中贞部于夫妻就因为没有加入鼠光 汇就被烧死 昨天扔掉圣水的副会长男角 却被自己儿子举报抓了起来 圣女下旨要把她扔下滚烫的油锅铁柱 铁柱直接来到圣女门外 门边一击开 只见一张年轻的脸庞出现在圣女的眼前 你好 你的外卖到了 刚要呼唤守卫的圣女 只见整个走廊外面的守卫 早已经全部炸成了血 你叫什么 为什么来这 你不怕我吗 你只是融合病毒的人 为何要怕 之前那个总经理都没你嚣张 他只是让我多呼吸几口 结果他就被我杀了 如果你臣服我 就等同于臣服于神 神会让你越来越强 还会次你圣水喝了他 你就会越来越强 呼风唤雨所向拼你 不要巧啊 我也有神赐的圣业 你要不要张嘴来点 你如此亵渎圣女 将会得到审法 审法吗 那我让时机加点速 说完铁柱与八角山在圣女的脸上 清脆的声音却击碎了圣女的幻想 捂着脸颊的圣女一脸呆滞 自己居然被一个男人杀了 这怎么敢 他不应该像一条狗一样 臣服于自己吗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头发却被铁柱给揪 我们打个赌 外面那个小胖子要是死了 我立马走人 但他要是没死 就要被我玩死 圣女目光看向外面 只见一个男人被按在断头台上 只见刷的一刀 斩头刀轰然落下 这一刻对于周扬来说 仿佛都暂停了一半 紧闭的眼睛缓缓动了 却发现斩头刀停在自己后颈的汗毛上 再也无法移动半分 圣女难以置信探着这一切 这怎么可能 难道是出故障了吗 这不可能啊 我赢了 刚来的时候 就听说圣女不可侵犯 更加不能被亵渎 我今天就要当着你所有子民 亵渎你 我是圣女 亵渎我 我的子民会将你撕碎 我喜欢你的坚持 那今天我就让你看看 什么才是谁 碰的意 后世的落地窗突然炸裂 两个人引出去 众人只见圣女一脸飞红的脚 后面却有个人在不断冲击 看着一朵白莲花被变 所有人都气得咬牙切齿 这时只见我和圣女 直接来到了属性台上 一旁的霍夫脸色骤然 端起身 但子弹也全部落在了皮树上 一条生路 硬生生被你选成了死路 高看你了 霍夫快速地看着你 身体不由自主地飘起来 朝着滚烫的刘波飞去 整个人掉进了刘波里 所有人跟我冲 他感谢独圣女杀了他 周围的战士全部同时 不可能 一个响指居然能杀人 障眼法 肯定是他事先在那些人体内 装了炸弹 这种说法我也用过 怎么可能瞒过自己的眼 你就是仰仗他们 都是一群垃圾而已 我现在想看你跪下 让你的子民看看你受辱的样子 话音刚落 圣女扑通一声就跪在铁柱的面前 铁柱反手提巴掌 清脆的声音在场内传开 你敢辱圣女 那命来 跪在地上的圣女看着总督 祭守山出现 目光里带着一丝星星 祭守山可是自己的忠权 拿下胡州他的功劳最大 曾经一人单枪匹马 闯入巨顶集团 将里面所有人全部请出 大哥小心 这个总督很厉害 我喜欢你这种圣洁的样子 别动容 继续保持下去 我将会拆穿你的所有行为 就是他给了你希望吗 那我就斩了你的希望 全身肌肉不胀 仿佛要将铁柱镰刀带人一起 这样才能平息是 朴朝阳 资格如达 朴朝一 估计 tych 这 是